你是不是在偷拍我 是不是 你个下头男 本仙女效仿穿衣自由 是为了让你偷拍的 地铁上 一位身材娇好的少女 正面露凶狠地怒骂着 身为当事人的孽二狗一脸猛逼 刚穿越就被小仙女围权 这谁顶得住啊 原来 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也叫孽二狗 是位十八线小主播 今天应了几位水友的要求 进行户外直播 摄像头一直对着都是自己 坐地铁时 那位围权仙女看见孽二狗 手机一直举着 就认为是在偷拍她 当场急演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那二狗皱着眉头 回应道 我没偷拍你 你撒谎 手机一直对着我 还敢说没偷拍 本仙女穿黑丝 是点你这种屌丝看的吗 你配吗 那二狗还没做出反应 水友们已经纷纷激动起来 我去 主播这是被全鸡手给缠上了 这次麻烦了 这货是什么品种的牛马 脸上抹的粉 我家太爷 死三天都没她呗 她哪里来的自信 认为主播是在偷拍她 主播一直在跟我们聊天好吧 她那黑色撇齐齐 五块钱三条 一侧镜可死 我和我女朋友买过 念二狗听这话 也不禁皱紧眉头 但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只能继续解释道 我刚刚是在直播 所以手机才一直举着 呸 竟然还想着给网友们一起看 保护花的方式是让花盛开 而不是像个死变态一样偷拍 大家快看啊 这个男生从上车后就一直开始偷拍我 目光猥琐 还发出吟笑 我作为弱势女生 实在是因为太害怕了 所以想把这事说出来 让你们帮帮我 不明真相的乘客们听到这话 心中的正义感瞬间被点燃 开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居高临下的指责逆二狗 这小伙子长得挺秀气的 怎么能干出这种恶心的事情来 爱执人执面不执行 其实从刚上车那会儿 我就感觉他不对劲 言人太猥琐了 商量不争瞎两碗 哎呦我去 极美加油 我支持你 这是我们自身的权益 不能让瞎头男亲害到 好机会 拿来吧你 如果这件事利用的好 再通过卖惨 利用人们对我的同情 就可以在互联网上火一把了 到时有了粉丝基础 直播 卖货 接广告什么的 赚翻了呀 而且听说前段时间有个学姐 也用过类似的手段 成功让自己保研 我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这个女人叫林卉卉 她自从上大学以后 一直忙着做有钱人的行人 没心思投入学习 现在有了保研机会 一定要把握好 想到这儿 翻看尼尔尔狗手机的手 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 D 检测到宿主在拳击赛上惨败 超级协修系统正在绑定中 D 绑定成功 金手指终于来了 但这系统名字怎么邪里邪气的 不像的豪鸟啊 算了 不管什么系统 只要能让我起飞 就是好系统 D 检测到林卉卉对宿主进行辱骂 先展开神级选择 选择一 夺回手机并怒怼林卉卉 奖励五百万 选择二 出手教她做人 奖励 咒杀术 选择三 大大方方让她看手机 用沉默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奖励 忍者神规勋章 这咒杀术 还真是打算 把我朝邪修路子上培养 邪修就邪修吧 我只想保护好自己 系统 我选择选项二 至于选项一 我都有系统了 还在会这五百万 把手机还给我 林卉卉赶忙后退几步 眼神始终盯着孽二狗的手机 手在飞速地滑动着 偷拍我的照片呢 怎么没有啊 因为我根本就没偷拍你 但结果是 回书站里也没有她的照片 林卉卉此刻也意识到自己冤枉人了 此刻的她起虎难下 但声势已经造出去了 如果这个时候承认错误 那她将受到乘客们的指责 刚刚他们指责孽二狗的时候 她全都听着呢 惨不忍睹 她不敢尝试 况且她也不愿意放弃 即将爆火的机会 还有保炎 因此她当即决定 继续冤枉下去 没有也说有 黑的说成白的 照片一定是被你隐藏起来了 对 一定是这样的 虾头男真是好重的心机啊 一开始你就喋喋不休 我哪来的时间隐藏 到现在 你都没有找到任何能诬陷我的证据 结果你还倒打一耙 太过分了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说着 孽二狗一个箭步冲上前 一把将手机抢了回来 随机重重的巴掌扇了个声 但林慧慧望着 即将到自己脸上的巴掌 不怒反省 眼神中带着强烈的兴奋 来 使劲打我 求求你了 千万别手下留情 她说这么多 就是为了激怒孽二狗 只要打了她 那一切就稳了 不管孽二狗有没有偷坏她 她都是受害者 都能获得大家的同情 而孽二狗 十有八九得坐牢 可谁料 孽二狗的巴掌 突然停在了半空中 嘴角浮现一丝不屑的笑容 随即孽二狗开口道 勇于敢则杀 勇于不敢则活 这话的意思呢 就是让你不要冲动 就比如怀疑自己被偷拍了 就像狗一样 吟吟狂吠 那样不好 会被人打的 这是一个做人的道理 要记得哦 哪里 系统你扣什么问号 赶紧发奖励啊 滴 滴滴滴 我 我CP烧了 阁下的语文老师是经常逃课吗 教他做人是这么教的 孽二狗狡较一笑 没错 他故意的 开玩笑 在光天化日下 打人可是犯法的 尤其是打的还是女人 孽二狗心里清楚 如果真的打了他 那自己将白口莫辩 白的会变成黑的 老鼠会变成鸭脖 因此这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勇于敢则杀 勇于不敢则火 孽二狗也是用来告诫自己的 将来有的是时间和机会 惩罚灵慧慧 没必要用最蠢的方法 你骂谁是狗呢 偷拍的变态狂 也配教育我 你现在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心理负担 我要你道歉 总说我偷拍你 翻开我手机 你找到证据了吗 这是 周围有些乘客也发现了端倪 询问道 姑娘 你到底照刀征据吗 是的呀 你可千万不要诬陷好人了 照片被他隐藏起来了 大家千万不要信他 他就是个变态 孽二狗被他气笑了 随即大方地打开手机隐藏空间 睁大你的狗眼 到底有没有照片 我现在需要你向我道歉 姑娘 看来你误会人家了 你道个歉 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嗯 这姑娘看着听闻惊 怎么那么冲动啊 我就是我这小伙子没问题吧 一神争气的样子 看着孽二狗占了上风 林卉卉心里十分不甘 但碍于周围人不善的目光 她只得说道 你给我小心点 下次别随便偷拍别人 说完拍下孽二狗照片 转身下了地铁 孽二狗对着她的背影 默默冷笑着 随即下了一道咒 逼 宿主下咒一次 熟练度加一 系统 这个咒杀术 能将对方咒息吗 咒杀术并不是一开始 就能咒息对方 而是根据熟练度而定 只有熟练度到达专精才行 第一 已生成宿主面板 是否查看 查看 宿主 孽二狗 年龄 二十二岁 技能 咒杀术 普通一百分之一 资产 一千 看来需要下一百次咒 才能达到专精 不过让她受伤 简直太便宜她了 我要她身败名裂 求其不能 之前在地铁里 嘲讽二狗的那些人 全都没放过 挨个打了咒杀术过去 既然是邪修 那必然牙字必报 另一边 林慧慧一边走路 一边将捏二狗的照片 发到微博 家人们 谁懂啊 今天坐地铁 发现一个瞎头男 一直偷拍我 手法娴熟 明显不是第一次作案 而且他眼睛一直色眯眯的 盯着我的黑丝看 简直是酸Q 动不住了家人们 今天我把这个照片发上去 希望极美们看到后可以避雷 以后遇到他 要离远点 可下一秒 有条评论回复道 这不对吧 当时我就在那街车厢里 人家确实是在直播 没有偷拍你啊 既然没有偷拍 他为什么不为自己发声呢 都二十一世纪了 还真的有人不维护自身权益吗 他肯定是做贼心虚 消息刚发送 突然一股坠空感袭来 是谁啊 谁这么不长眼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疼死我了 正当林慧慧躺在地上哀嚎的时候 他发的那条微博 即将引起轩然大波 女大明星张兰正义感爆棚 平时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对弱势女生打抱不平 没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为其他女生发声 今天他如往常一样刷着微博 看到尼尔狗的照片后 不由眼睛一亮 咦 这小哥哥还挺帅 我看看怎么是 可当他看完全部内容后 立即火冒三丈 恶心 败类 变态 这么帅的年轻人 竟然做出这么下流的事情 瞎头难 不能原谅 说着 立马转发配文 看着这条帖子 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 我们作为女生 这个若是群体 就活该被这么对待吗 女孩子想展示一下自己的美 怎么了 凭什么被偷拍 我们女生 应该团结起来 反抗这种恶行 阿特逗逗官方请给我流量曝光塔 挨海去公安 这种人 应该将他绳之以法 此帖子一经转发后 犹如巨石一般 炸去千层浪 在极短的时间内 点赞破几十万 转发破十万 网络上一片沸腾 引得不明真相的人们口诛笔法 家人们 到现在我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 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受害人 偷拍男怎么不去洗啊 这男的真是一表人渣 十分钟内 我要人肉出他的所有消息 这种狭透难必须做了 包护华的方式就应该让华省开 此刻那二狗浑然不知这些 他正与谁友们互动呢 主播 刚刚地铁那事情就这么算了吗 我想想就生气 那女的抢你手机 不限你 主播你完全可以报警的 可以拘留他三四天 诶 主播还是太赞娘了 谢谢谁友们的关心 大家也知道我这情况 每月光吃全情了 如果报警的话 又是做笔录 又是找证据的 会影响我直播的 也是 诶 钻点讲怎么不容易啊 卧槽 感谢欢歌送来的火箭 破费了 那二狗不由一喜 头一次有人给他送火箭 自己能到手五百呢 这是 陈突然话锋一转 神秘兮兮的 不过 我相信 那个女生应该已经遭报应了 其实我从小就有一种体质 谁要是招惹到了我 他就会非常倒霉 轻则受伤 重则破产 答了也有可能 主播现在还搞上房间迷信了 主播咱要相信科学啊 大家知道你心里不爽 但也不能用因果报应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啊 时间久了 你会变得越来越懦懦的 那女的要是真造报应了 我立马给主播刷十枚火箭 就在这时 一条突兀的评论出现在众人眼前 你们快看热熟 真是笑缩了 一个女生刀猛的从基石纪漏蹄上甩了下去 退顾着 结果赶到地上 有十分刀猛的被一个姓李翔 扎到胳膊顾着 兄弟们快看 这视频里的女生怎么那么像地铁那个女生 不是像 分明就是啊 直到这消息后 谁友们纷纷幸灾乐祸起来 真是活敢啊 乐习我了 头一次看到别人倒霉 我不同情的 等等 方才主播是不是说 谁要是招惹到他 就会变得很倒霉 对对对 主播无敌啊 太酷了 这是 直播间刷起了火箭的特效 足足十发 炫的人真不看眼 愿赌服输 十发火箭我送了 但我觉得这只是个巧合 我是纯违物主义战士 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 对对对 我也觉得这是巧合 哪里有这么玄乎的事情 其实我多多少少心这种事情 但这个体制的事情我是不心的 这也太扯了 尼尔狗看着这些弹幕 无所谓的笑了笑 他也只是说说 活跃一下直播气氛 也没有指望谁友们相信 就在这时 他的铃声响了 屏幕显示的是陌生号码 谁友们 试陪一下 我去接个电话 怎么电话我们还不能听呢 不会是足博的女朋友吧 足博 你要补开样神器吧 咱们以期停停 以期绑你触目划策 尼尔狗哭笑不得的看着弹幕 反正是陌生来电 开扬声器活跃一下 直播氛围也很好 可刚一接听 电话那头就传来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就你个偷拍狂叫尼尔狗是吧 真把我恶心坏了 你是八辈子没见过女人吗 真是给我们男生丢脸 嗯 啥玩意 尼尔狗有些发忙 这哥们特喵的谁啊 打通电话就骂人 估计是那林卉卉的朋友 串通好了来骂我 真是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此时的直播间也陷入安静 谁有们没想到 开的扬声器后 却是一堆脏话 不气 不气 赚钱最要紧 尼尔狗压抑住内心的火气 挂断电话 准备继续直播 可下一秒 又是一通电话打来 你这个样子 特别像一头发情的佩气 真是一坨臭狗屎 你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应该被送去阉割 免得害人害己 尼尔狗再也忍不住了 太阳学上清金鼓起 迷人还有三分火气呢 一 检测到宿主正在被人网爆 激发系统神机选择 选项一 邪修拒绝网爆 当以暴制暴 用咒虾术进行反击 奖励一千万 选项二 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权 奖励顶尖黑客技术 选项三 选择忍气吞声 有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奖励一根用来上吊的绳子 尼尔狗果断选择选项一 其实选项二也很好 也是最优解 但此刻被网爆的他 很明显不是最优解 要先把气出了再说 随即他对着电话那头 目眼前看咒语 给等人去吧 一 宿主成功下一次咒 熟练度加一 一 恭喜宿主完成奖励 一千万已经到账 请注意查收 您的账户到账一千万元 看着奖励到账 尼尔狗并没有开心几分 而是和水友们一起联合调查 最后他算是彻底明白了 原来那个林卉卉没有因此罢手 反而将他曝光到了网上 蛊惑网民们来网爆他 简直该喜 别让我找到机会 不然 你明年的坟头草 比你人还高 尼尔狗眼中寒光闪烁 他动了瞎心 作为邪心 还能让你三番五次的欺负到头上来吗 主播 要不咱们先把手机关机吧 电话 短信红渣简直是要人老命了 我看着直播 听着这些提示音都觉得头皮发麻 哼 不用 我看究竟是要谁老命 后面打电话来的人 尼尔狗全都来者不拒 果断接听 那些骂人的 尼尔狗全都送上了咒术套餐 短短一小时下来 熟练度竟积累到了23点 直到最后手机没电 尼尔狗这才作罢 网络上 舆论在一些流量博主 还有明星的带动下 此刻彻底发酵 网上漫骂声一片 网友们 这小子竟然还是个主播 大家一起冲烂他的直播间 可恶啊 这个瞎头男下播了 就此算他运气好 咱们去私信里面骂他 就这还被当主播 这不是在引导社会不良风气吗 逗逗爸爸 久久了 赶紧封单号吧 他到现在还没有站出来道歉 是宁愿当缩头乌龟吗 不过也有理性的网友分析到 大家不要激动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简单 当时人到现在没有出来发生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他当时可能真的是在直播 但很可惜 这种理智的发生 请客间就被咒骂声覆盖 不可能 有哪个女孩子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啊 你为她成亲 你们不会是一伙的吧 医院 林慧慧躺在病床上 此刻正满脸 兴奋地盯着手机屏幕 一觉醒来 他竟然火了 但他随即稳住自己 他知道凭借现在的热度 还不足以让自己获得充足的利益 自己还需要再次推不住来 因此他没有任何犹豫 果断发布了一条视频放到网上 颇有心机的特写自己的病房 家人们 我住院了 是的 我因为受不了偷拍 受不了那猥琐的目光 受不了自己的照片被发到网上 给一群下头男品头论足 因此我患上了很严重的郁郁症 最后承受不了内心的折磨 选择自下 从四十级的楼梯上滚了下去 但可惜的是没有洗 而是胳膊和腿骨折 我这样的身体状态考研是无望了 我恨啊 之前拼搏的那些日日夜夜 究竟算什么 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我要勇敢地站出来 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与邪恶做斗争 只有这样 才能让以后的吉美们 少受到这些危害 请大家给我力量 我发誓 我所说的这些全都是真话 要是有半句假话 那我将不得好喜 聂二狗 出来赶紧给我们解释解释 为什么要偷拍人家女孩 你这行为太为人所不齿了 班长 你就不用爱他了 聂二狗估计在哪躲起来了 哪里还敢回你的消息啊 当年我就觉得这小子心里肮脏 结果你们还一起推选他为三好学生 由于是个富二代 在父亲的帮助下 近几年创业做得风生水晴 他的话已出 自然引得不少人 纷纷巴结附和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想不到聂二狗是这种人 当时看着人模狗样的 他不配当我杨嘉明的同学 太龌龊了 以杉 以杉 男也一样 爱所有人 你们先别骂聂二狗 我相信聂二狗 他不是这种人 他肯定是被冤枉的 徐大笑话到现在 还替聂二狗说话吗 你不要再被聂二狗 人畜无害的样子骗了 现在网上所有人都在骂他 徐同 我同意刘宇的话 你不能因为旧情 就偏袒聂二狗 同学们 同意我将聂二狗踢出群聊的 请举手 几十位同学纷纷扣衣 孙逸没有犹豫 果断踢了聂二狗 刘宇健壮大喜 各位老同学 咱们都好久没见了 这样吧 这周日 我在蓝天大酒店 请各位吃饭 请务必赏脸 大家都好好聚聚 叙叙旧 底下的田狗们 纷纷附和 好 刘少请客 我们必须去啊 刘少这是发财了 要在蓝天大酒店搓一顿 可不便宜啊 徐同看着这些消息 气得胀红了脸 当年纯真无邪的同学们 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徐同 徐笑话一定要来啊 当年分别时 我还有许多话没和你讲 刘宇 我不去 另外 我退群了 哎 徐同还是以前的脾气 这样会吃亏的 切 惯得他 他真以为除了社会后 还是笑话呢 逗逗后台官方 主管 许多网友发私信 请求封禁你二狗账号 哪里 封禁干嘛 好不容易来的流量 干嘛不珍惜呢 等明天 你二狗直播的时候 安排博主跟他PK 记住 一定要是为这件事情 发生的博主 下属不禁眼神一亮 牛逼 他可以想象 到时候直播间 你二狗被其他博主 骂得狗血淋头的惨样 那到时的流量 一定会爆炸 你继续给这个事件引流 顺便告诉超管 后面不管 你二狗的直播间 像什么样子 都不要疯 咱们要抓住这次机遇 一日 你二狗刚一打开机 顿时铃声如地震一般 手机都出现了很严重的卡顿 你二狗没去看这些骂他的私信 而是挑起了重要的内容 卧槽 我被高中班级群踢了 你二狗眉毛一条 但随即看看 反正他是穿越者 对这些东西压根不在乎 反倒是有个叫徐同的 一直在安慰他 但你二狗没回 因为他又不伤心 反而乐得清闲 安慰他 纯纯多此一句 可当他一打开直播 顿时惊呆了 右上角直播间人气十万家 但这些并不是他的粉丝 相反 这些都是在网络上 听到些风吹草动 前来看热闹 还有骂他的 你二狗果断将直播间禁言 他脸色阴沉 浓郁得快要滴出水来 毕竟无论是谁 一大早遇到这样的事情 心情都不会好 这时 屏幕上出现一个PK邀请 你二狗健壮 不由眉毛一跳 随即果断同意 这是他做直播以来 第一次进行PK 以前对方都嫌弃 他是小主播 非常的不幸 觉着跟他PK 纯纯浪费时间 这次有了来之不易的机会 你二狗自然打算好好珍惜 可没想到 对方刚和你二狗连上麦 就痛骂出声 去洗吧 瞎头男 我认识一家宠物医院 你去那里阉割 报我名字 可以打八折哦 你着洗 到底是谁该洗啊 瞎头男 敢偷拍 没胆子认吗 我们男人中 出现你这个败类 也真是丢人呢 他的网友们纷纷起哄 主播骂得好啊 太痛快了 主播真男人 正义感爆棚 粉了粉了 路转粉 主播 你加油骂 骂得再狠一点 我给你刷十枚火箭 怎么会有偷拍狂魔 这种生物 都该去洗 这名男主播 看着不断上涨的粉丝数 还有满屏的礼物特效 心脏激动的 砰砰去跳 这一瞬间 他找到了流量密码 随即他骂得更加起见 看什么看 我骂的就是你 人家女生 都被你搞得抑郁了 你应该跪在他面前 磕头谢罪 你二狗怒急反笑 你人还有三分火气 我到底做了什么 要让你们这么辱骂我 随即他开口道 我告诉你 凡是招惹我的 全都会变得很倒霉 会遭报应的 希望你不要后悔 哈哈 想不到你不但变态 而且还蠢 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搞这些封建迷信 再者 就你这样的人 也配得到上天的锤爱 那二狗喜喜地盯着他 目光仿佛在看一个喜人 一 咒杀术使用次数加一 熟练度加一 你不是说 我马上会倒霉吗 会遭报应吗 他在哪呢 话音刚落 他头顶的天花板 猛然出现一道裂纹 犹如蜘蛛网一般蔓延开来 随即轰隆一声巨响 他的天花板炸开了 许多巨大碎石飞快地砸向了他 直砸地眼冒金星 鲜血直流 尼尼尔狗平复好心情 开始继继续直播 可刚没说到两句话 又是一道PK邀请 映入众人眼帘的是一位异常可爱的女生 白皙的皮肤 挺翘的穷鼻 无不诉说着可爱 尤其是那双白丝包裹着圆润的小腿 惹得不少男水友 心里一阵荡漾 这是蒙罗里 天哪 主播竟然能和蒙罗里打PK 羡慕起我了 主播 我给你刷二十枚超火 求求你让我上卖 我想跟女神说两句话 织播间里的老粉被尼尔狗给予了特权 可以随意发言 你们冷静点 当天狗没前途的 再说 这蒙罗里他在豆豆很受欢迎吗 那狮子言 他一直都是罗里风 在豆豆已经有一百多万粉丝了 平时被网友们戏称为 肥仔瞎走 蒙尔狗想想 相对于自己的五万粉丝 百万粉丝确实多啊 你好 一点都不好 你就是蒙尔狗 那个偷拍狂 我没有偷拍 那是他们在诬陷我 证据确凿 你还想狡辩 人家姑娘会用清白诬陷你吗 因为你都住院了 你心怎么这么狠毒啊 哥哥们 我终于看见这个虾头男 他的样子看起来好可怕 人家怕怕 所以哥哥们能帮我骂他吗 爱你们哟 比心心 老粉们看见蒙罗莉这般操作 顿时傻眼了 我的女三竟是绿茶 我超好恶心啊 这蒙罗莉妥妥妥的心机表 竟然煽动粉丝来骂主播 去关去关 主播是被冤枉的 能不能睁到你们的眼睛看看 理智一点 至于蒙罗莉直播间的舔狗们 见到女神这样子说了 纷纷激动起来 兄弟们冲啊 讨好女神的时候到了 嘿嘿 孟宝贝 我要是马的嘴哼 能不能得到你的一条愿味奶差呢 第一 检测到宿主即将被网报 系统自动开启神级选择 选项一 蜡手催花 反咒蒙罗莉 奖励 获得顶级的律师公司 选项二 和水友们互喷 奖励手速加一百 选项三 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奖励 一碗粉的钱 那儿狗冷眼旁观者一切 相比较刚开始 她已经不怎么生气了 但该有的报复 一个不能差 因此她果断选择选项一 顶级律师公司 如果有了这个公司 那她就可以毫无顾忌的 向林慧慧起诉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特质很特殊 如果有谁招惹到我 那她一定会很倒霉 甚至会遭到报应 哎呀 哥哥们 她威胁我 她这个样子真的好凶啊 萌萌晚上不会做噩梦吧 萌萌女神别吧 有我们保护你呢 狗贼 你吓到我的萌萌女神啊 赶紧给我道歉 不然饶不了你 第一宿主成功 使用咒杀术次数加一 熟练度加一 一百分之二十六 第一 恭喜宿主完成选择 现奖励已经发放 请注意查收 至于老粉们 则开始屏息名神 认真观看萌萌莉的变化 已经巧合两次了 如果这一次再巧合 我直接给主播磕三个 别想了 不可能了 这些都是概率问题 哪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 妈呀 如果这次还是巧合 我就跟主播一起 搞缝件迷信 突然 萌萌莉的房间里的门被推开 一个十岁多的小孩走了进来 妈妈 妈妈我发烧了 能不能带我上医院啊 谁友们不要误会 这是我家亲戚的孩子 不管遇到谁 都喜欢喊妈妈 但突然又一个大汉闯了进来 谁友们 今天我有点急事 先下播了 明天再播 说着点击关闭房间的按钮 然后转身跑向那位男人 但他没注意到的是 视频只是稍稍卡顿一下 并没有关闭房间 系统出办了 陈萌 还不赶紧管管你女儿 都发烧三十九度了 成天就知道抱着这破电脑直播 恶不赚钱 那利来的钱之兵 你 还有儿子 吃喝化的都是恶赚来的钱 你有什么资责恶 我花你什么了 倒是你 都三十五岁的人了 天天把美颜开到最高 在网络上装呢 听到这话 所有谁友的心脏纷纷实化 然后碎了一地 什么 我犯了那么多天的蒙罗利 岁数竟然和我妈一样大了 哦不 我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你玩我蒙罗利 陈迪表 你别太过分 我年龄大这么了 至少我能忽悠那帮戏仔 给个耍礼物啊 全场再次出现心碎的声音 我给他刷了一千块 但在他眼里 我只是个喜飞宅骂 当时明明一口一个好哥哥的叫着 妾 饿不这么干 难道自忘你这个飞物增钱吗 老娘现在一个宝宝都伤完 抹像刀吧 陈蒙你太过分了 我十块钱三双袜子都舍不得扔 然后两人吵着吵着急眼了 干脆打了起来 一米五的蒙罗利 自然不是老公的对手 当场被按在墙上摩擦 而直播间也因为血腥暴力被封禁 当蒙罗利再次拿到手机的时候 立马意识到直播间没有关成功 顿时傻眼了 原来的百万粉丝 现在就剩光秃秃的几万人了 而他也成为了豆豆热搜第一 热度直接盖过了尼二狗 此刻尼二狗的直播间里一阵安静 每个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尼二狗 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体制吗 第一次四巧合 第二次四巧合 那第三次还是巧合吗 老天 我的世界灌碎了 这到底有没有引过报应啊 如果没有 那主播这货怎么解释啊 麻了麻了 我CPU烧了 先给主播磕三个箱头先 我决定了 以后跟着主播搞封建迷信了 谁有吗 这些都是巧合啊 千万要相信科学 我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封建迷信 逗你们玩呢 请千万不要去相信啊 主播你这个老六太双标了 怎么办 主播这种体制我也想要 和谁友们闲聊了一会儿后 尼二狗决定先下播一会儿 他有不少事情等着做呢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去和那个律师公司对接 以后有了律师团队 干什么都要方便很多 尼二狗在路边扫了辆共享单车 直奔4S店 毕竟要和公司对接了 在开之前的破车也不合适 车在外面等于男人的面子 有一辆好车 做生意往往能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到了4S店后 尼二狗再次把直播打开 这种好的素材可不能浪费啊 欢迎光临 请问您需要什么价位的车呢 我这边先随便看看 遇到合适的叫你 话音刚落 招待员的笑容里面冷了下来 哦 先生您请便 呵呵 像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假装是来买车 其实就是来偷拍豪车装逼的 满足自己极大的虚荣心 服务这样的屌丝客户 纯纯浪费我的时间 谁有门见状 则是不满地发着弹幕 这边科服服务态度真差 连茶碎都不送 别说擦随了 连句话都拦得住 尼二狗倒是不在意这些 认真的挑选着车 不久后他眼前一辆 将摄像头对准一辆异常酷炫的车 谁有门 这辆兰博基尼大狗怎么样 卧槽 这太帅了 梦中情车啊 他散发着令人惊叹的豪放气息 真让我着迷 我也觉得不错 那就这辆了 什么 不是 祖博这是要买策 这大狗起码八百万吧 祖博能买得起吗 你好 请问能过来一下吗 这人 事咋这么多啊 什么事 我们这边快下班了 要看车就快一点 这车多少钱 我要了 科夫小姐先是愣了一下 直到看清捏二狗的脸后 脸色当即阴沉下来 哼 不好意思 我们不卖 什么 不是 这车放在这边 不就是留着卖的吗 是卖的 但是我们不卖给你 卧槽 搞针对事吧 经理呢 把你们经理叫来 自己叫 我们经理正忙着呢 应该没空搭理你 话音刚落 经理听到动静 急匆匆的赶来 先生 怎么了 我要买这辆车 结果你们员工说不卖 经理一脸看智障的神情 看着客服小姐 不卖 这特妈是一笔多大的单子啊 不是 你脑子进水了吧 经理你别信他的 他压根买不起 他是偷拍狂 怎么可能买得起 面儿狗听乐了 怪不得搞针对呢 感情又是一个相信网络的良笔 B 检测宿主被辱骂 现在开启神级选择 选项一 使用咒杀术 让他不喜也重伤 奖励 2000万 选项二 努力证明自己不是偷拍狂 努力化解和克服小姐姐的矛盾 奖励 英语大师级 选项三 选择忍气吞声 奖励 忍者神归称号 经理也愣了一下 但很快恢复神态 小李 你怎么说话呢 还不赶紧给聂先生道歉 就不 一个偷拍狂 不值得我道歉 你 聂先生 这 聂二狗冷笑一声 随即掏出一张银行卡 重重的扔在克服小姐脸上 老子今天就买这两 你干嘛 耳聋吗 把卡给我捡起来 去刷 D 恭喜宿主完成选择 奖励已经发放 请注意查收 哎 1000万刚花完 又多了2000万 系统真不当人 臭不要脸 你卡里要是没1000万 看你怎么收场 到时我会把今天的事情 发到网上 等着被网报吧 你二狗听后 只是笑笑 我还在乎你那点网报 而克服小姐刚把卡插入 Post7后 顿时梦了 怀疑的揉了揉眼镜 账户余额 1000万元 她真的有 克服小姐身子忍不住颤抖起来 此刻她的心里 一万个后悔 我都干了什么 我竟然得罪了一个千万富翁 聂先生 您请坐 您是要顶级乌龙 还是顶级毛肩 小李 还不赶紧给聂先生端茶 哦 好好 站住 她端的茶 我嫌恶心 我想喝你端的 好的 您稍等 看着经理远去的背影 客服小姐失红了眼眶 这车的提成高的吓人 本来是属于她的 聂先生 对不起 是我不对 是我不长眼 您能原谅我吗 可以啊 真的吗 当然 尼尔狗一边说着 一边一道咒打了过去 她可是邪修 邪修有原谅人的吗 那必然是百倍奉还 那聂先生 我现在去拿合同 要是没问题 咱们这就签了吧 真是又愚蠢又贪婪 茶还没送到呢 就急急忙忙签合同 这么怕把提成让给经理 去吧 好的老板 客服小姐高兴的飞奔出去 高跟鞋硬是让她穿出运动鞋的感觉 可刚跑没两步路 刚好和端茶的经理撞了满怀 滚烫的茶水一滴不胜的洒在她的身上 娇嫩的肌肤立即感受到这股惊人的温度 下一秒难忍的巨痛传导过来 经理也傻了眼 这个情况她压根没法上手帮忙 对不起 你没事吧 按照本能 她开始脱衣服 可刚脱到一半便反应了过来 理智战胜本能 你快去洗手间 现在最好的措施就是用凉水浇 可由于地上被茶水覆盖 她刚迈开步子 就猛的脚一滑 重重的摔倒在地 一颗门牙混着鲜血躺在地上 我的牙 她神经有些崩溃地捡起牙 没关系 到医院还能补起来 此刻剧烈的疼痛 只想让她赶忙去洗手间 你慢点 地上花 经理话音刚落 一阵清脆的倒地声传来 她再次摔了个狗坑泥 另一半门牙也随之脱落 我的牙 经理忍不住抽搐着嘴角 这也太倒霉了 算了 还是帮她叫辆救护车吧 而客服小姐也放弃了去卫生间 胜无可恋地躺在地上 思考着人生 白白了 这个B世界 经理见她可怜 主动买了几瓶冰水 浇在她的身上 但画面太美 不忍直视 谁有门完全看傻了眼 怎么会有这么倒霉的女啊 她是不是干了什么 上今天两地事情啊 活该 刚刚对主播说话不是很大声吗 聂先生 很抱歉 被一些特殊情况耽误了 我又给您重新泡了一杯 我买这辆车有个条件 您请说 把它开除 好 没问题 最终两人在客服小姐哀怨的目光下 完成合同 经理捧着合同 居高临下地看着客服小姐 你 被开除了 二狗开着八百万的兰博基尼 来到律师公司进行交接 领头的律师 让你二狗很是意外 这不是张三吗 生死难料 这不赚到了 张三看到 聂二狗开的车后 顿时目光一亮 兰博基尼大狗 现在起售价一千万 这老板真有钱啊 应该不会拖欠工资了吧 上一任老板 就是因为资金链断裂 导致不能给员工开除工资来 导致被几方律师起诉的 连裤衩子都不剩 聂总 你好 我是张三 我是聂二狗 卧槽 老板 你不会就是最近网上的那个 嗯 对 就是我 那太棒了 老板 这件事情包在我们身上 你想让对方盼几年 毕竟是新老板 张三等人自然想要好好表现一番 随便吧 我只想要恢复我的名誉 老板 你虽然年轻 但是格局真大 张三由衷赞叹道 实际上 这倒不是尼二狗圣母 他早就决定咒洗对方 所以对方盼几年没多大区别 最重要的还是让自己的名誉恢复 网络暴力确实给自己带来了诸多不便 对了 我这有当时的直播录像 这个证据可以证明我当时没有偷拍他 好的老板 证据去走 对方起码三年起步 行 这是开工红包 未来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努力 哎呀 老板你真客气 还给什么红包呀 十万 一众律师瞬间不淡定了 什么老板开工给十万红包的呀 太酷了 这是 是房东 房租都有按时交啊 打电话来干嘛 你二狗 这两天你赶紧搬家吧 我的房子不租给你了 什么 可是我房租都交了 房租我按违约金赔给你嘛 我赔五倍 只要你能搬走 发生什么事了 电话那头传来良久的沉默 最后化作一缕叹息 你还是自己回来看看吧 这家住户是得罪催债公司了吗 这也太餐了 晚上会假真的不会做噩梦吗 惨个屁 这住户就是网上火了的那个偷拍狂 他被这么对待也是罪有应得 这些网友也太疯狂了吧 连地址都给人肉出来了 你二狗刚回到家 看到眼前的场景不禁气得眼皮狂跳 该死啊 只见捏二狗房间的大门上被破了红色的油漆 其墙面上更是用油漆写了四个红红的大字 变态 去使 房东站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带着同情目光看着捏二狗 捏二狗啊 叔我是相信你的 毕竟也接触了好几年 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品 你一定是被诬陷的 不过叔我势单力薄 根本对付不过那些网友啊 再让他们这么闹下去 我损失巨大啊 而且现在其他租客一直在跟我投诉 所以希望你能理解 这五倍的违约金 够你找其他的房子了 我知道了叔 放心不会让你难做的 随即捏二狗将电话打给了张三 喂 张三吗 老板 有事情请吩咐 捏二狗语气中带着浓烈的杀影 我需要你帮我调查一下 到底是谁报复到我家里来了 好的 虽然是律师公司 但是为了追求顶尖水准 公司里养了许多私家侦探 自然也负责这类业务 他们效率很高 没过半个钟头 张三就回了过来 老板 我目前找到了主谋 兜兜上有个ID 叫叫现实里的终意举人 就是他 你可以去看看 好的 我知道了 尼尔狗刚打开豆豆 准备搜索他 结果不禁眉毛一挑 因为他在热搜里看到了他 哎呦我去 都上热搜了 家人嘛 网络上我逼逼赖赖 现实里我重拳出击 我就是正义的化身 对待偷拍的变态狂 咱们就不能对其宽容 要以暴制暴 让他付出代价 还社会一股清流 你们看 这尤其就是我的杰作 我祝福他晚上天天做噩梦 永远活在愧疚中 后面我会继续对偷拍狂财 取一些友好的措施 直到他站出来公开道歉为止 支持我做法的家人们 请点个红心 加关注支持一下吧 尼尼尔狗冷笑地看着这一切 此时的点赞量已经高达二十万 评论五万 说得好听 一切为了正义 实际上只是为了那点无量 将这一切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一检测到宿主在线下被恶意报复 现在开启神级选择 选项一反击回去 让他后悔 奖励 海都别数加一 选项二 私聊他 并且让他赔礼道歉 奖励 超级黑科技术 选项三 保持沉默 等待警察的处理 奖励 现金一千万 尼尔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选项一 既然他都这么干了 那尼尔狗也没必要再跟他客气 他是尼尔狗第二位想要咒习的人 张三 咱们起诉他有多少把握 老板 我们已经整理完了相关证据 材料 就等你这句话呢 对方起码三年起播 好 那你现在起诉他 尼尔狗阴沉着脸放下电话 这一切还没有完 果断给他发起了语音连线 我搬家了 这全都是你害的 快 跟他聊天 想办法套出他的新地址 好的 要不要PTA连线 啊 这家伙怎么不怕啊 这是要和我兑现的节奏啊 你快答应他呀 你们俩在线联动 那流量将是惊人得多呀 一场直播下来 少说你能挣好几万 好几万 正义巨人眼中迸发出贪婪的光芒 随后 正义巨人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邀请 如他们所料 仅仅片刻功夫 他直播间的人气已经到达了惊人的十万家 他方水友们纷纷为其助威 主播加油啊 喷起对面那个变态 粉了粉了 原来这个主播这么有正义感 我很心痛 直播间里有一半的水友都在喷对面的头拍狂 我想说另一半的水友呢 正义巨人看着不断为自己加油助威的水友们自信心瞬间爆棚 此刻他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那巨人 因此他故作用极其夸张的方式指着聂尔狗吼道 聂尔狗 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 我劝你赶紧给公众道歉 不然我会让你很难堪 那二狗呵呵一笑 忘了告诉你 辱骂我的人是会遭报应的 你吓喜我了 你这种人也配谈报应 一 宿主成功用重 熟练度加一 一百分之二十九 他话音刚落 一只蟑螂突然飞出 他本能地用手驱赶 小小蟑螂也配在我面前搬门弄斧 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胆子敢跟我PK的 此番话 引得他直播间的水友们点赞连连 好 好一个支嗓骂坏 可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蟑螂竟然会走位 躲避了他的攻击后 迅速钻进了他的鼻孔里 这一幕看得在场的所有人 汗毛倒树 起鸡皮疙瘩 我听说蟑螂身上携带了几百种病毒 正义巨人赶忙用手去扣 但蟑螂爬得太深 已经根深蒂固 算了 我还是去医院吧 正义巨人决定放弃挣扎 可话音刚落 又一只蟑螂飞了过来 这次的他提高警惕 淡然病乱 这只蟑螂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鼻子可不比耳朵 鼻子通的是喉咙 但耳朵则是大脑 果然 没过一会儿 他感觉到脑子里传来无与伦比的刺痛 他痛苦地抱着头 惨叫出声 他用尽最后一丝理智 水友们 快快帮我叫救护车 正义巨人 此刻声无可恋 这是门口的门铃响起 谁啊 我特么 脑壳子都快被钉爆炸了 我送快递的 门没锁 你呀自己不会开啊 今天老子必投诉你 还要把你发到网上去 网报你 写小作文 让网友们骂洗你个送快递的 哐的一声 门被踹开 一位戴着黑头套的男人映入眼帘 孙小川 你给我去洗吧 欠老子钱 到现在不还 话音刚落 一桶油漆泼了过去 正义巨人顿时化身成为小黄人 对方显然还不解气 从身后掏出一根实心的铁制棒球棒 对着他就是一顿乱敲 滚滚到肉 看着都 其中不把骨头碎裂的声音 疼疼疼 别打了 求求了 那你特么倒是还钱给我啊 欠钱不还 孙小川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就应该下地狱 谁特么叫孙小川啊 你啊 我叫王孟凡 带着头套的男人蒙了 端向了正义巨人好一会儿 才悠悠道 确实不像了 这里不是302吗 这特么是二楼 202 卧槽 不好意思 打错人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自己不是孙小川 大哥 你上来就打我 而且我压根就不知道谁是孙小川 我不管 都是你的问题 赔我一桶油漆 到底是谁该赔钱 你这脑回路震惊到我了 你你你 你欺人太甚 说完 正义巨人因为气急功心 昏了过去 谁有闷此刻眼皮狂跳 这主播也太倒霉了吧 被打错了还要赔钱 虽然 但是我不该笑了 这一笑试念 拱得没了 主播你陪我拱得 就在众人以为此件事到此为止的时候 一名快递小哥进到屋内 看到眼前的惨状 他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但颤抖的手还是背叛了他 他先试探了一下正义巨人的鼻息 又摸了一下脉搏 吓死我了 谢天谢地还活着 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就是就是 人间自有真情在 然后快递小哥在重水友们的见证下 自来熟的去了厨房 等出来时 手里拎了一桶凉水 不错 想把幼奇和审上了学子戏感惊 不怕脏 是个薅刃 然后 一桶凉水直冲冲的倒在了他的身上 正义巨人被凉水这么一击 打了个冷战后 奇迹般的醒了 醒了就好 刚刚真是吓喜我了 大家别误会 快递小哥这是为了救人 行了 那就赶紧把这快递字签了吧 我快超时了 直播间一片安静 等到快递小哥离开后 正义巨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 但随后 他打开刚刚快递小哥给他的信件一瞧 上面竟然是一份起诉书 还有一份法院的传单 不用想了 我起诉的你 根据你的行为 估计得判三年 好好珍惜剩下的日子吧 什么 三年 我特梦 正义巨人再一次气急攻心 又晕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你二狗只是冷笑 没有半分同情 你二狗吗 我们是公安局的 请问你有空来医院一趟吗 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你起诉林薇薇诬陷你 现在林薇薇想和你进行私人调解 你愿意吗 你二狗冷笑一声 随即开着兰博基尼大狗朝着医院奔去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恢复自己的生育 至于对方是否会坐牢 要坐几年牢 你二狗压根不在乎 因为在他眼里 林薇薇已经是个喜人 通过私下调解 能快一点恢复自己的生育 你二狗还是十分乐意的 不多时 你二狗便到了医院 此刻洁白的病房内围满了人 但让你二狗稍稍满意的是 张三也在其中 他正在对着一群人普法 根据刑法 刻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 意图污蔑诽谤 带动他人往暴者 处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如果我当事人因此受到严重的困扰 还需要赔偿相应的损失 周围人听到这话 脸色十分难看 这位先生 林薇薇也不是故意的 他最近忙着考研 压力太大了 对不起 我只是个律师 有什么事情 请找我的当事人说 张三一口打断他的话 像个机器人一般站在一旁 对方健壮 欲言又止 最后只能长长的叹了口气 而林薇薇看到 孽二狗来了 哭得梨花带雨 装作可怜兮兮的 孽二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最初的本意是想维权 我也不知道 那些网民会这么冲动 你作为一个男生 应该能承受得住吧 你这话的意思就是 骂我的事 那群没有理智的网民 全都不关你的事情 然后因为我是个男生 所以就得忍着 不要没事找事起诉你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一个大男人 能不能不要多想 那你特么什么意思 你干嘛这么凶啊 林薇薇委屈巴巴的毒嘴 然后看向一旁的女主任 主任 你帮我劝劝 你二狗 你二狗目光一向那名女主任 方才就是她劝的张三 也不是个好鸟 只要事情不出在她头上 永远愿意做合适了 而且 你二狗对她有印象 曾经也是你二狗的主任 平时特别偏袁女生 比如学校女厕所如果爆满了 她就会利用权力 把男厕所封起来 只让女生上 蠢蠢拳击教练 你二狗是吧 我记得我以前也教过你 现在毕业了在哪里高就啊 我十八线小主播 听到这话 女主任松了一口气 对方没实力 那更好办了 你二狗同学 这件事 看在我的面子上就算了吧 林薇薇这孩子 最近忙着考研 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她 还有 现在林薇薇是个女孩子 又有郁郁症 你不要对她那么凶 要轻声细语的 你谁啊 还看在你的面子上 又是考研 又女孩子 又是郁郁症的 还让我作为男孩子 要大度 你搁我这麦菜 还是搁这做梦呢 真是老太太钻被窝啊 给也整笑了 聂二狗同学 请注意你的言辞 女主任没想到 聂二狗会毫不留情面地应对她 顿时气地涨红了脸 但很快 她又恢复状态 聂二狗同学 反正这件事 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得饶人处 且饶人吧 我看这样好了 让林薇薇给你道个歉 然后学校方面 补助你五千块的损失费如何 这话还真的有脸说 五千块就能把人收满了 女主任看着聂二狗沉默不语 认为是自己给出的条件 奏效了 当即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你的工资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一月两千五 顶得上你两个月工资 能给你的生活带来相当大的福利 我想你没有理由拒绝 不 我拒绝 聂二狗 你 你 别太过分 最多给你八千块 我知道你就是想要的更多 聂二狗现在都懒得搭理她 也不知道就这素质怎么当上学校主任的 老板 要不要我帮你摆平 老板 也对 他花钱找了律师 叫老板很正常 不用 我现在没这闲工夫 跟他们继续掰扯了 他说的是实话 系统 刚奖励他一栋大别墅 还没来得及看呢 原本打算今天就搬家的 那海都别墅 可是价值不菲啊 因此 你二狗画风一转 我现在懒得跟你们吵 要我原谅也可以 答应我三个条件 第一 公开澄清事实 恢复我的名誉 第二 公开向我道歉 你不是喜欢写小作文吗 那你给我写一万字的道歉信 发到网上 第三 阻止网友们继续网报我 谁要继续网报我 你要私信向他们解释 这么麻烦的吗 特别是第三个 我还要一个个私信 我没那么多时间 我还要忙着考研 你二狗 你别太过分了 要是他考研受到影响 你负责吗 那是你们的事情 我今天也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造谣一张嘴 屁谣跑断腿 如果做不到 那法题上见 你先签谅解书再说吧 咱们理亏 是斗不过他的 林慧慧只好作罢 十分不服气地 签下了谅解书 等到那二狗签完字后 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二狗冷笑着 看着每个人身上的表情 然后悄悄地给主任 和林慧慧 搁下了一道咒 咒对同一个人 可以下多字 依旧有效 孽二狗同学 既然你签完字 那跟我去学校申请赔偿吧 对了 你自己打车 我车刚洗过 不用了 那钱 你自己留着 买六个核桃 补补脑子吧 你什么意思 六个核桃不行 那就脑白金吧 说着孽二狗走出病房 而女主任 则是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 不是停车场方向吗 难道他买车了 肯定又是砍老肯出的一辆车 还是贷款买的车 可当他看见孽二狗 开着一辆兰博基尼大狗 顿时傻眼了 这是他开的车 我儿子给我要的就是这辆车 一千万啊 把我卖了也买不起啊 他竟然当代步车 哟 主任 鬼鬼祟祟的 在这干嘛呢 孽二狗 这 这是 你的车 对啊 随便买一辆便宜的当代步车 毕竟撞坏了也不心疼 那之前那个律师喊你老板 那个律师公司就是我的 喊我老板很正常啊 哎呀 孽二狗 刚刚我说话有点重 你不会在意吧 我这人吧 刀子嘴 道夫心 我在这给你道个歉 那你想表达什么呢 我车今天送去保养了 我能不能做做你的 体验一下 孽二狗笑咪咪的吐出一个字 滚 翻洗了 本以为第三个要求最难 没想到写一万字的道歉信 也这么折磨人 算了 本心你我不写了 反正你二狗已经签了谅解书了 我屡不屡行承诺 都无所谓 说着 他果断删掉之前的内容 并且又发了一段视频 大家好 再次占用公共资源 我先在这里 向大家说声对不起 你们可能不知道 刚刚你二狗私底下找到我了 逼我签下了那份谅解书 这期间 他不但对我大吼大叫 甚至我的亲爱的主任为我说话 也惨遭他的辱骂 而且主任曾经还是他的恩师 我在这里 就想在这里问一句 做人真的可以没良心吗 我承认我没有你偷拍的证据 但是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新青年 难道就没有怀疑的权利吗 此视频一出 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美少女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千万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吉美 你真是我们的偶像 今日我若不为你发声 他日将无人为我摇旗呐喊 小仙女你别怕 我又换了一个新键盘 我和弟兄们准备熬夜当剑仙 为你报仇雪恨 可是有脑子的网民 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不对啊 什么叫没有怀疑的权利 感情这一切都是播主 一人怀疑啊 对啊 仅仅是因为怀疑 就把人拉出来网报 这真的合适吗 大家和理智姐啊 看看后面 事情怎么发展 再下结论 只可惜 这种类似的清流 很快就被恶俗的发言冲烂 并且掩盖下去 下次谁要是为你二狗说话 谁就是网络共同的敌人 也会遭到网报 很多理智的人不堪其扰 最终选择注销账号 他们喜欢站在阳光下 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那个世界 看着激增的流量 林卉卉此刻兴奋无比 高昂这脖子 胜利的姿态 仿佛就是发情期的孔雀 可当他低下头的时候 顿是傻眼了 挂的药水 不知道什么古包了 他着急忙慌的叫了护士 斥责道 你这是干什么吃的 你就不能注意一下我吗 对不起对不起 因为病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照看不过来 你的意思还是我的错了呗 你信不信我发小做网网报你 现在我痘痘已经三十万粉丝了 什么事 主任 这位患者古包了 哦 小事 你先下去吧 不好意思 是我们的疏忽 现在我重新给你扎针 哼 这还差不多 可针刚扎下去的一瞬间 房间停电了 主任一时眼前一按 挣扎歪了 好痛啊 医生 你能不能轻点 哦 不好意思 我真的 嗯 啊 话音刚落 林卉卉突然惨叫出声 真深深地扎进她的屁股里 医生 我先不挂了 我要先去上个厕所 哦 好 林卉卉刚迈开脚步 去踩在了自己扔的香蕉皮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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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主任 你怎么也躺病床上了 我太倒霉了啊 开得那破车刹车失灵了 然后就 不说了 马上要做手术了 胳膊粉碎性骨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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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狗再次回到了他的出租屋 准备搬家的事宜 可刚到小区楼下 就发现门口堵满了人 围得水泄不通 什么事 你二狗啊 这里是两万块钱 你拿拿赶紧跑路吧 千万不要再把新地址泄露出去了 哎 你自己去看吧 你二狗挤进人群 眼前的一幕 让他愣从心起 这些妄忧是真牛逼 这节都送花拳了 则则则 祝你二狗早点升天 一面祸害人间 这花提前送 等到你葬礼的时候我就不送了 为了不电污花 你还是赶紧去洗吧 看着花上面这些恶毒的花 你二狗的脸阴沉到了极致 这时 楼下又来了一辆大卡车 上面装着满满的花圈 谁是你二狗 花圈到了 赶紧来签收一下 张三 你查一下给我送花圈的都是谁 有照片最好 如果没有照片 那么给我对方的地址 还有生辰八字 好的老板 张三虽然不知道 老板要对方生辰八字干嘛 但还是选择照 老板 我刚刚查了一下 那个林慧慧并没有按照您的要求做 相反 她又发了一期误导网友们的视频 借此来网报你 既然你想早点洗 那我就满足你 今天被送花圈这件事 要是换做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小姑娘 岂不是要去自瞎 唯有让她洗才是最好的报复 张三 咱们继续起诉她吧 我需要官方的发声 来恢复我的声誉 好的 老板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律师 什么案子没见过 真以为签个谅解书 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吗 请震 那谅解书完的就是文字游戏 这一刻 顶级律师公司的作用便发挥了出来 不出片刻功夫 便将那些给捏二狗送花圈的人的所有信息 交给了捏二狗 足足有二十位 第一 诉主使用一次咒杀术 熟练度加一 第一熟练度加一 第一熟练度加一 一百分之四十九 捏二狗没有丝毫客气 全部打了咒过去 捏二狗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不用了 我马上就走 捏二狗对着房东 还是很有好感的 虽然主动让他搬走 但那是人之常情 临走还给自己两万现金呢 他当时房租也才交了两千 要知道 一般房东得知你要搬走 会想尽办法贪了你的押金 租金更是一分不退 捏二狗 那些花圈我帮你全扔小区外面了 你最后要怎么处理 我帮你 大爷 那些花圈就全送你了 啊 我的意思是 你将那些花圈 全部送去回收 我打听过了 才收到不久的花圈回收的话 能有本来的一半价钱呢 哦 那还是你脑子活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趁着房东去回收花圈 捏二狗解开了手机的误扰模式 此刻的他面尘如水 眉间有话不开的音了 网报是吧 那就通通来吧 为了自己心中那虚假的正义 站在满是阳光下的道德制高点上 去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 以满足自己内心的爽感 这种人都该洗 全应该去洗 你骂我一次 那我别让你残疾一次 爷爷 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 手机铃声响起 陌生号码 尼二狗嘴角勾起一抹鸣笑 按下接听键 喂 狗日的尼二狗 你怎么不去洗啊 我诅咒你扬尾一辈子 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 有种冲我来 好啊 电话那头明显蒙了一下 但随即继续恶毒地咒骂道 你在狗叫什么 赶紧自家谢罪吧 妈咪妈咪哄 红 什么红 你在说什么 一声刺耳的爆炸声响起 对方只留下一声惨叫声 随后没了声息 第一 熟练度加一 抬走 下一位 你就是个太监 啊啊啊 宿主成功使用一次咒语 熟练度加一 later 第一 恭喜宿主成功用咒一百次 咒杀术升级成功 威力提升到即死 系统刚出提示音 房东便再次敲门 你二狗 花圈我全都卖掉了 总共一万五千块 你赶紧收好 不用给我 我是送给你的 二狗啊 我不需要 你快拿着 年轻人在城市里打拼 没有钱可是不行的 大爷 我真的不用 我的钱其实够我开销了一段时间了 则你在我面前还要什么面子 赶紧拿好 真的不用 你二狗再次拒绝 随后连忙带着东西跑路 哎 你小子跑什么 好小子 竟然还买车了 大爷 你没必要那么执着吧 钱都不要 少废话 这钱赶紧拿走 我拿着这钱良心不安 这钱我肯定是不会要的 都是你在忙前忙后 回收花圈 我一点力没出 大爷 你心里要是过不去 那帮我搬家吧 刚好我一个人搬家费劲 嗯 也行 那钱咱俩一人一半吧 好 那我先去把车开过来 当房东看着 捏二狗上了兰博基尼大狗时 下巴惊得差点掉在地上 捏 捏二狗 你的车 对啊 随便买辆车开着玩玩 这车得不少钱吧 你小子 真看不出来啊 不贵 也才八百多万 什么 八百多万 后面无论捏二狗怎么劝 房东都坚决不坐捏二狗的车 生怕弄脏了 执意打滴滴 捏二狗拗不过 只好答应 到了海都别墅后 房东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普通人要是单单的在里面看风景 打底也需要二十分钟 哼 捏二狗 你在这里租一间房子估计很贵吧 年轻人还是要攒钱的 追求享受没问题 但不能铺张忘费 你把赚来的钱多省省 很快就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呀 要不这样 我在租房界也有些关系 我给你安排一套房租便宜的房子 不用啊 我觉得这套别墅挺好的 是挺好的 但是贵啊 不贵 免费的 因为这栋别墅的主人就是我 林卉卉咱们起诉成功 明天就可以开庭了 这么快 其实我早就开始准备了 就等着你说起诉呢 好 很好 不愧是顶尖律师公司 就是顶 老板过奖了 明天也该全部结束了 现在时间还早 开会直播 刚开房间 直播间人气到达十万家 要是换座以前 尼尔狗估计会很开心 虽然说黑红也是红 但现在他宁愿只有那十几名老粉 随后尼尔狗照例将直播间禁言 指给老粉们权限 主播没事吧 这两天我一直帮你澄清 都被妈惨了 你作为当事人 肯定很难受吧 主播你挺住啊 千万不要想不开 那天全程我都看见了 我相信你 网络暴力真的是太恐怖了 听说主播都收到花圈了 还被破了油漆 还是赶紧搬家吧 不对劲 主播身后的背景不一样啊 尼尔狗看着老粉们的发言 心里不由意乱 随即开口道 大家请放心 我已经成功起诉林会会了 明天就开庭 到时候 大家可以来直播间看我直播 那太好了 主播一定要赢啊 主播加油 赢了我给你刷二十枚火箭 很快 这则消息通过直播间的水友们传了出去 全网骂声一片 什么 偷拍狂 竟然还有脸起诉别人 我真是笑喜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懂就问 这是掩耳道林 贼喊抓贼吗 你二勾你的脸呢 有种把直播间禁言刮了 看我不骂洗你 哎 这都什么事呢 凶手起诉受害人 黑的贼怪白的把他成黑了 如果你二勾 气速成功脸 那外奖再也不详心争一脸 而林会会也收到了来自法院的传单 她现在整个人都是猛的 不是说 放弃起诉了吗 怎么还有传单 你二勾 你就是你言而无信的小人 愤怒归愤怒 但林会会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 反正都欠了谅姐说了 再怎么起诉我都没用 实在不行 那就再给她道个歉就好了 毕竟我还要考研 考研那么重要的事情 不会有人对我怎么样的 想到这 她不慌不忙地打开了游戏 虽然胳膊断了 但并不影响她对游戏的热爱 至于一旁落得厚厚的考研书籍 表面已经附上了一层灰尘 法院正式开庭 因为这个事件是轰动性的 所以官方特批可以进行直播 谁是谁妃就要看这一场了 那二狗已经就位 她的后方是一整个律师团队 不少观众看到张三的那一刻 顿时惊呼出声 卧槽 那个是张三吗 他为什么会选择帮那二狗打官司啊 张三律师难道也向黑勒势力脱卸了吗 张三律师很有谜骂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说啊 那个敲锤子的法官看见没 只要条件允许 张三都能给他送进去 林慧慧 你的律师呢 林慧慧睡眼惺忪 打了个哈欠 昨晚游戏玩得太晚了 她已经困得睁不开眼 林慧慧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啊 哦 我没找律师 上法庭还需要找律师的吗 法官有些无语 不找律师 你上法庭干嘛 送人头来了 现在的大学生啊 法律意识太淡薄了 但观众们却不这么想 纷纷为林慧慧打抱不平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林慧慧 都不让她找律师 真黑暗啊 有没有可能是她自己没考虑到找律师 怎么可能 我们家小仙女这么聪明 怎么会不找律师呢 里面一定有黑幕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 现在开庭 我起诉林慧慧陷害我方当事人 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条件下 无赖当事人偷拍她 故意引导网友们网报尼二狗 给我当事人的生活 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请被告人 发言致政 致政 发言的意思吗 尼二狗她当时就蹲坐那边 我怀疑她偷拍我很正常啊 那你有证据吗 没有 难道没有证据 就不能怀疑她偷拍我了吗 小仙女也是有怀疑的权利的 这么说你没证据 没有啊 不过我当时穿了黑丝 我觉得她没有理由不偷拍我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穿了黑丝 就一定会偷拍你 什么逻辑啊 她当时贼眉鼠眼的样子 又是蹲在地上的 怀疑病发到网上发声很合理吧 我觉得我没有错 对啊 一点错没忧 为自己发声怎么了 难道没有证据就不该怀疑吗 防患于未然怎么了 为什么要起诉她 就是就是 这个尼二狗作为男人 也太小心眼了 吉美们以后可得必来远离这种虾头男 我们有证据证明我当事人没有偷拍 她当时是在直播 这是她的直播录像 然后这是地铁的监控录像 大家请看这两个视频进行比对 而且被告在当时也查验了我方当事人的手机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偷拍的证据 被告人 却有此事吗 嗯嗯 我当时确实查了 这个王诈一放出来 谁有门顿时不胆定了 不会吧 你二狗真得摸偷拍 太得了 这么说我一直不会人家了 我真感谢啊 特么了这个杀犬女人 人家都没偷拍 你敢骂还要为子鸡发声 楼上的 你才是傻缺 你全家都是傻缺 难道就有被偷拍了 才能为自己发声吗 那样也太过于黑暗了吧 虽然她当时没有偷拍 但不代表后面她不会偷拍啊 我觉得她是还没来得及偷拍 就被我抓到了 林卉卉的逆天发言 当场震惊所有人 就连法官也愣了好几秒 不过评论区却是另一番风景 吉美 你说的太对了 先是带着吉美们 就不应该被定义 我们要做那绽放的话 带次的话 被告人 我再强调一遍 这里是法庭 一切都要讲证据 而不是凭借你的主观一段 我的直觉一直都很准的 我是天秤座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如果双方没有意义的话 那我就宣布庭审结果了 对了法官 嗯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聂二狗当时已经和我 签了谅解书了 结果他还起诉我 他言而无信 是个小人 确实有此事吗 确实有 不过 我想请我的律师来回答 我就说这个聂二狗是小人吧 签了谅解书 还来起诉人家 呸 下贱 你看看他心虚了吧 还要请律师回答 自己是没长嘴呢 集美加油 就该这么缓击 爽啊 此时 张三又递了一份文件 法官请看 这是我当事人和被告方签的谅解书 我当事人原谅他的前提是 当事人必须道歉 而且要写一万字的道歉信 并且阻止网友们继续网络暴力 我当事人 紧接着 张三又调出林卉卉的视频 这是被告人在签了谅解书后的发言 他不但违反了两人的协定 而且还变本加厉 继续诱导水友向我当事人网报 我当事人在这段视频后 还收到了两辆卡车的花圈 这是证据 说着 张三把满屋子的花圈照片递了过去 不少人当场动容 思 这就过分了 鼓动人去送花圈 这也太恶毒了吧 驱管了 驱管了 港凯师我以为是可恋了女手 结果竟然是涉鞋醒畅 啊 这也太过分了吧 那样子手刀花圈 我得背下的伞天伞夜睡不着觉 我会疯掉的 是我错怪那二狗了 我向他道歉 起诉林慧慧都算是情的 要是换作我 我得提到上他家去 送花圈的都是水啊 把他们曝光出来 老子要网报他们 此刻评论区的风向出现一编导 全部偏向那二狗 之前咒骂那二狗的 偏袒林慧慧的人们 全都仿佛消失一般沉溺起来 甚至有些人怕被扒出历史评论 赶忙换了名字 还有头像 然后站在尼二狗这头 开始疯狂咒骂林慧慧 法官看向林慧慧 眼中满是轻蔑 这种女的真是又坏又蠢 绝对不能轻判 林慧慧 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歇 我就知道 我说不过你们 我道歉总可以了吧 大不了我再写一万字的小作文 来道歉 总可以了吧 你说什么 法盲啊 纯纯法盲 就这还考验啊 我消息了 哎呀 你们就不能口下记得 他都道歉了 你们还要怎么样啊 他有抑郁症 应该回家休养 就是就是 这个集美现在该有多绝望啊 才能说写一万字的小作文 你风局都大 不会是你们真是猪脑子 一群黑小虎加双面龟 舔狗没有好下场 现在宣判结果 由于林慧慧造谣 诱导网民网报 给原告的生活和精神 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给这个社会带来了 严重的负面影响 不合理占用社会公共资源 因此本庭宣判 林慧慧需向逆二狗 赔偿二十万精神损失费 外加二十年有期徒刑 此话犹如一道惊雷 五雷轰顶 二十年啊 女孩子有几个二十年 最好的青春全没了啊 不 你们不能这样 我抗议 本庭已结束 抗议无效 翁林慧慧承受不住打击 当场晕了过去 可那二狗不会就这么便宜她的 一道咒死术打了过去 紧紧片刻 林慧慧再次坐了起来 只不过这次 她死死地救着心脏部位 面露痛苦 额头上青筋暴吐 好疼啊 谁来救救我 下一年 林慧慧疼得当场满地打滚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不断在空旷的室内回答 现在不仅仅是心脏剧痛 其他部位更是如烈火焚烧一般 我这是遭报应了吗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原谅我吧 下一秒 她一口鲜血吐出 然后头痛重地摔在地上 眼睛没能闭上 透露着浓浓的痛苦和恐惧 看 是 张三 下面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 凡是在网上网报过我的 你把资料整理一下全发给我 另外 你帮我起诉他们 钱不用担心 准备两千万给你兜点 放心吧老板 做这些事情 我们团队都是老太太擦鼻涕 手拿把掐 医院里 女主任看着这直播 面如死灰 她也被林慧慧利用了 用她那可怜的话语 博取到了自己的同情 然后无条件偏袒她 现在回想 自己当时是多么的可笑啊 聂二狗 老师 我对不起你 刘主任 校长 怎么了 你不适合再当主任了 你没法胜任这个职位 不 你是不合适再继续当老师的 你被开除了 此刻 直播间的水友们彻底沸腾了 兄弟们 黑转粉了 都别拦着我 我要父亲请罪 你就被侮辱荆轲了 荆轲找你恶你了 我有错 我当时说 那二狗坏话了 我臭自己三十个大嘴巴子赎罪 兄弟们 以后咱们都理智发言吧 千万不要再被有心之人利用 为自己积点口德 很明显 官方也很重视这个事情 将这次的法庭直播 列入新闻里 反复播放 网络暴力 一直是个大问题 官方也整改了很多次 但都效果甚微 这次的视频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尼尔狗再次打开痘痘后 一下呆住了 涨翻百万 这比他被拳往黑的时候 还要多许多的粉丝啊 而且私信里好多向他道歉的 不过尼尔狗并没有选择回复他们 他没选择原谅 但也决定不再追究了 就像钉子定木桩一般 就算你把钉子全部拔了 但洞会永远存在 你伤害了别人 虽然补救了 但是那人受到的伤害永远不会消失 片刻后 尼尔狗打开直播 此刻的直播间人气五十万家 离屋特效更是一秒也没停过 若是按照这个进度 尼尔狗一晚上下来得赚一百多万 这也是尼尔狗出事后第一次 将评论区彻底打开 不少学友们纷纷问道 主播 这次的网报 是不是对你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啊 是啊 我看到那几个划算照片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要不挫截旅旅游散三线 对我的影 是有 但是并不多 相反那些都网报我的 有些人过得很倒霉 啊 尼尔狗只是笑笑 并未做出解释 但不少老粉纷纷为他解释 信来的还不知道吧 咱们狗哥体质特速 好多网报他的都会遭到报应 要么餐饥 要么变得特别倒霉 这点我作争 之前宅男杀手猛将就是这么凉的 现在还被宅男们网报呢 好多买他原味的男生 牛牛上的了脚气 他们一气之下 把他举报了 现在还在橘子里喝茶呢 对对对 我亲眼看见我室友打电话 妈狗哥 然后他的饭里吃出了一个老树头 刚好卡他喉咙里了 差点窒息而死 手术费花了十万 老粉们说了许多例子 但新粉们压根不信 兄弟们别斗我了 哪有这种体质 这不是纯纯封建迷信吗 就是就是 那个肖腾被称魏语神 我都不带信的 咱们要相信科学啊 如果主播真的有这种体质 我当常把我的键盘吞进去 对此 尼二狗只是笑笑 并未多做出解释 因为他确实没这种体质 他可是邪修啊 这时尼二狗收到了PK连线申请 果断同意 应如眼帘的是一位 清纯可爱的女大学生 一身清纯的校服 再加上修长的秀发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卧槽 主播何德何能竟然 能和这么漂亮的妹子 当PK 咋的 是我狗狗不配了 大家都让开 看我用六级英语撩他 Hello Nice to meet you 你好啊 你就是那个地铁偷拍狂 听说你背景滔天 受害人被判了十年 我可不怕你 不是 这位显女是存离才通仓司机王吗 不知道我家主播是被冤枉的吗 好离谱 又是一个阴谋论玩家 真是造谣全靠一张嘴巴 太恐怖了 果然 人们只相信自己所认为的 一 检测到宿主正在被网报 开启神机选择 选择一 使用咒杀术 奖励 超凡古术 鹰骨部分 选择二 和他兑现 股东几方水油网报他 奖励 现金一千万 选择三 默默不语 等待他自己发现真相 奖励 你二狗的脸色也阴沉下来 没有谁能受得了无限的 罐子都打完了 事情的真相已经被澄清了 可结果还有人在瞎猜 甚至阴谋论 你把人想的那么坏 首先你的心就肯定很肮脏 然后还不带脑子 我要是真的有背景 我能允许舆论发酵这么长时间 我要是真的有背景 我能被送花圈 被网报 真的是十二指肠裹小脑 主打一个蠢 你二狗毫不客气地怒对 随后上去就是一道咒语 当然这并不是急死 倒不是你二狗圣母 而是对方突然嘎了 那将对自己的直播 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还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一 恭喜宿主使用一次咒杀术 熟练度加一 一千分之一百零一 系统 这是什么情况 第一 咒杀术的最高级别 并不是急死 而是许愿 许愿 对 许愿急咒杀术 可以完全让对方 按照自己的所想付出代价 比如于某时某分 对方的大拇指第二节断裂 你二狗听后不禁眉毛一跳 那这也太猛了 属于是完全可以操控别人命运了 你 你竟然敢骂 二我 我是不会向黑恶势力屈服的 就算倒下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我 但他心里清楚 这些都是自己装的 为的不过就是一些流量罢了 好不容易匹配到当红热点 怎么能错过 那必然要再制造出一波热度啊 流量为王的时代 谁管你道不道德 因此他立马抓住这个机会 开局先诬陷一手 带波节奏 果然 他下方不少水友 纷纷表示支持 姐妹干得好 谁说女子不如男 我们对的都是花木兰 姐妹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但一直不敢发声 今天你敢为她发声 光是这份勇气 我 粉辣 Girls and Girls 不管对方背景有多强大 有多阴暗 咱们仙女联盟必须团结起来 可下面那二狗却突然喊道 你是大肠痛的大脑吗 还是你的嘴被马桶塞通过呀 特么的 你这些年的所吸收的营养 都给嘴上了 脑干缺失的玩意 互联网不是你狗叫的地方 发骚就去别的地方 女主播当场就被对梦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愤 你敢骂我 我长得这么漂亮 多少舔狗抢着舔我你知道吗 他们什么都顺着我 你二狗 你立马向本公主道歉 我直播间的哥哥们可不是吃素的 信不信我让他们网抱你 那你让他们来啊 就你这美颜开到十级的脸 我也不知道他们看的时候 怎么会不反胃的 你一身虚伪孵化的气质 我看了就想吐 更何况 你还是个脑干缺失的蠢货 哥哥们 我被骂了 你们一定要帮我报仇啊 不然我因此得了抑郁症 以后就没有人跳舞给你们看了 就在他以为自己直播间里的舔狗们 会帮他出气的时候 没想到却是骂声一片 这个傻主播还在骂人家 论了论了 去对面直播间一起骂他 这主播是特么不伤亡吗 就算不伤亡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 骤骂人家吧 他刚刚说的版本我听都没听过 主播赶紧给我狗哥道歉 不然我就取官再拉黑了 我去 这主播是绿茶 我受不了了 我以前真是瞎了眼 怎么会粉这种货色 哪里 你们为什么都要骂我啊 昔日的舔狗怎么都翻身成战狼了 不过好在还有几个忠实的舔狗给他发私信 小声提醒 女神 你这回骂错人了 那二狗没有偷拍女生 都是那个女生造谣的 他们俩刚打完官司 那个女生被判了二十年 什么 二十年 现在女生连为自己发声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水友们一片惊呼 666 这特么也能开团 要做就做 不被定义的小仙女 女主播看着不断喷自己的弹幕 小脾气也上来了 呸 我就不道歉 你们谁啊 也配让我道歉 水友们刚想继续回对 他的电话铃声响 喂 亲爱的 宝宝给我打电话是想我了吗 什么玩意 这货谈恋爱了 我的个趣 他不是说自己单身吗 为此 我还刷了十枚火箭 淡淡的 感情这些天我都是大原种 水友们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顿时十分气恼 纷纷喊着推钱 女主播见状更加神气起来 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就恋爱了 气死你们 我再告诉你们 我的男朋友是混血 有贵族血统 学过欧洲绅士礼仪 不但超级有礼貌 人还长得超级帅 最重要的是有钱 你们这些臭屌丝 每天靠吃泡面来省钱 才能给我刷得起火箭 但他来说就是洒洒水的事情 那些忠实的甜狗们也被他这话高懵了 这真的是他们清纯可爱的女神吗 呜呜呜呜 女神一定是验证我 有没有吃醋才这样的 一定是的 女主播满脸甜蜜 等待着她的回话 并且她还悄悄地打开免提 她要气死 这帮骂她的甜狗们 没过多时 电话那头传来雌性的声音 哦 我亲爱的宝贝 请允许我向你道声找啊 真的太有绅士风度了 我爱死了 呜 我鸡皮疙瘩掉了 我亲爱的宝贝 我今天给你转账了三十万哦 啊 三十万 我亲爱的司机阁下 你为什么要给我转账那么多 哦 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的女闺蜜失恋了 然后我陪她聊了许多 嗯嗯 然后呢 我们经过深入的交流 我感觉她比你更适合我 所以我们分手吧 还没等女主播回过神来 电话那头传来了挂断的盲音 女主播此刻表情呆滞 像是魂被鬼抓走了一般 手机依旧贴在耳朵上 底下的水友们 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 哦呦呦 女神遭报应了吧 以后大家要擦亮眼睛 千万别再被骗了 没过一会儿 女主播手机又响了 喂你好 我们是海都人民医院的 你前两天的体检有很大的问题 你得赶紧来我们这一趟 我们怀疑你得了脑癌 女主播犹如五雷轰顶一般 眼前一片漆黑 随后整个身子一软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直播间也随之被封闭 谁有我们看的心里五味杂陈 之前好一段时间把他当女神来着 天天对着他照片 鼓励自己将来能够娶到他 结果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尼尔狗被这件事一搞 也没了再继续直播的想法 只是随口来了句 希望大家以后理智发言 不知全貌 则不予评论 有的时候 你看似解气的一句话 很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网络从流行到现在 因为网报受伤害的人还少吗 希望大家好好反思一下 谁友们纷纷沉默了 他们这些爱玩网络的 有几个没发过评论 又有几个没发过骂人的评论 尼尔狗不等他们给出回应 果断下播 刚一下播 尼尔狗手机铃声就响了 是位置号码 谁啊 尼尔狗 我刘宇啊 有事 明天同学聚会你来吗 前些天你不是被诬陷偷拍吗 然后班长就把你踢出群了 联系不上你 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你们聚吧 我就不去了 别啊 我们这次聚会地点可是在海都别墅哦 刘宇听到尼尔狗这反应 顿时洋洋得意道 海都别墅那里的酒店可是准六星级啊 放眼全国都没几家 你想不到我们能在那边吃上饭吧 不多 我也就花了一百万 你确定不来 尼尔狗依旧皱着眉头 这一整个海都别墅都是我的 这酒店自然也是它的产业 原来这酒店其实是给它日常吃饭用的 后来尼尔狗看着那么大个酒店 空着实在浪费 所以最近也就开始对外营业了 尼尔狗 你现在应该动心了吧 不去 你们吃吧 对了 谢谢你的一百万 没等流语问话 尼尔狗果断挂断电话 并且拉黑 花一百万吃个饭 这不是纯纯傻子 得远离 不然会被传染 有人曾经说过 当一个人的智商 匹配不上他所拥有的财富时 就会以智商税的方式回流市场 第一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因果 系统 谷还有阴阳之分吗 第一 有的 谷分阴阳 阳谷主要就是用具体物质来投谷 它们大体有毒虫谷 瘦谷 植物谷 石谷 物平谷 阴谷可以说是用气的一种 将气打进对方身体 以此来达到下谷的目的 这么说的话 打气就是下谷了 那对方身体会有蛊虫吗 第一神说要有了光就有了光 光是本来就存在的物质 但它没有名字 没有形象 没有性质 但是第一个发现了它 认为它就是光 在心里给这个物质下了光了定义 因此它也就成了光 无为有知识 有为万物之母 因谷也是这个道理 第一个发现谷的人认为它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 比如它认为这个谷是蜈蚣谷 那身体里就会有蜈蚣 认为身体里有螺丝钉 那就会有螺丝钉 尼尔狗听后久久无言 这个理论有些惊骇世俗了 直接刷新了它的世界观 要不是系统说的 它估计会觉得这个理论是胡说八道 跟你们说啊 能在海都别墅这边酒店吃饭的人 非富即贵 我也刚好有点小实力 希望今天同学聚会 大家吃好喝好 和老同学们好好叙叙旧 好好好 于总当时在学校的时候 我就看出于总是人中之龙 听说于总都开公司了 年入百万 哇 听说于哥还跟着海都别墅的主人认识 就连他也要给我于哥一个面子 听着下面的吹捧 刘宇被夸得有些飘飘然 但还是故作谦虚的 同学们就不要抬举我了 这海都别墅的主人 可是亿万富豪层次的大佬 怎么可能跟我认识 我只是恰好跟他比较熟罢了 比较熟 那更牛了 不少化妆化得十分妖艳的女同学 纷纷朝刘宇暗送秋波 刘宇 今晚有空吗 我亲自做饭给你吃 宇哥 其实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给你送过情书 但是你没看到 今晚你能跟我一起煮光晚餐吗 刘宇假装不在意 一脸正气 实际上眼睛已经悄悄 开始物色好看的女生了 宇哥 我们能先参观一下吗 这别墅太大了 快赶上古俗的园林了 我们想拍点照片 刘宇有些犹豫起来 他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参观 万一惹到大佬不开心 他不就凉了 咦 你看那人像不像那二狗 不会吧 咱们不是没有邀请他来吗 这家伙怎么还不请自来呢 也有可能是来蹭饭的 一帮老同学看到那二狗后 议论纷纷满脸的蔑视 刘宇显然也注意到了那二狗 随即他眼珠子一转露出玩味的笑容 喂 那个保安过来帮我们拍几张合照 可那二狗仿佛没听到一般 静止朝酒店方向走去 周围人的目光纷纷看向刘宇 他顿时觉得有些挂不住 因此望着那二狗的背影再次喊道 喂 我跟你说话呢 那二狗 嗯 你在叫我 赶紧来帮我们拍张合照 你好没眼力见啊 这种工作态度会被客人投诉的 你特么哪只狗眼看出来 我是工作人员了 我是来这吃饭的 念二狗 你嘴巴放干净点 这次同学聚会是我请客 你来蹭饭 竟然还骂我 让你拍两张照片怎么了 你脑子进水了吧 好好好 我倒要看你能不能进去 你要是能进 我把这绿化给吃了 话音刚落 酒店经理急匆匆朝着念二狗这边走来 看见没 酒店经理都要亲自来迎接我们 于总 随即刘宇也走上前 准备握手 可下一秒 经理果断无视他 冲向念二狗 董事长 您的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请问你什么时候想用 都行都行 我就是来吃顿饭 用不着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行事主意 哪里 卧槽 我马上就吃 好的 对了 这个叫刘宇的像个苍蝇一样 你看着办 经理顺着念二狗的手指的方向 看向刘宇 顿时眼中寒芒一闪 我不是千叮宁万嘱咐 不要打扰到我们董事长了 你为什么不听话 他 念二狗就是董事长 我我 我不知道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晚了 保安 刘宇内心此刻大地震 震惊的无以复加 他竟然就是董事长 随后一对保安突然从门厅里面出现 虎视眈眈的看着刘宇 把他给我扔出去 扔出去之前 先让他把绿花吃了 他自己说的 你是自己吃 还是要我们喂你吃 我 我自己吃 后面的老同学们 全都正正的望着这一幕 之前刘须拍马的 此刻慌的一批 连忙退到人群后边生怕和刘宇扯上关系 或许是来自保安们压迫感 没过一会儿 刘宇已经吃了一株绿花了 胃部强烈的抗拒让他产生了净卵反应 众人纷纷露出怜悯的目光 折 早知道就不吐痰了 我可以走了吗 抬走 扔出去 经历一挥手 保安立马行动 而尼尔狗则是面无表情的 他下了一道阴骨 第一 成功使用一次阴骨 熟练度加一 一百分之一 突然有些好奇 升级后的阴骨会是什么样子 而刘宇被扔出去以后 只觉得胃里多了什么东西 但毕竟才吃了一株绿花 他也没有多在意 尼尔狗 哦 今天同学聚会 你要不要参加 聂总 当年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觉着你是人中龙凤 我的感觉没错 就是就是 刘宇在他面前连喳喳都不如 狗哥 要不要进同学群 咱们把刘宇踢出去 让狗哥进来吧 好主意 好主意 底下一帮老同学 开始给尼尔狗拍起了彩虹屁 各个目光激动 毕竟只要尼尔狗愿意帮他们一把 那就直接起飞了呀 可以少奋斗二十年 但尼尔狗依旧冷淡地看着他们 我没兴趣 还有这是我的房子 属于我的地盘 进来可以 但你们说话都给我小点声 别影响到我 此话一出 不少人全都后怕地缩了缩脖子 净若寒蝉 直到尼尔狗彻底进入酒店后 他们才敢说话 有几个抽钱了不起呀 随后 他们呆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毕竟这次同学聚会 全都有流雨组织的 现在流雨被扔外面了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 人群中一道亮丽的身影走出 是徐童 他紧紧犹豫了一会儿 便朝着 捏二狗追去 挨徐大笑花 未免也太掉价了 她可是好多人心中的女神啊 怎么能倒贴呢 汽 只有屌丝心里 才有女神 在真正的大老眼里 女神也只是个女生 你来干嘛 二狗 咱们聊聊 好不好 有啥好聊的 过去的事情 再去执着 会显得很蠢 二狗 你听说了吗 有个孩子在校园里面 被老师开车碾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一小时前 现在痘痘还没出 我有个朋友 是新闻专业的 这是第一手新闻 嗯嗯 然后呢 现在女方家长 已经赶去学校了 目前正在向校方 要监控 双方正在协定中 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嗯嗯 好的 谢谢 那二狗微微点头后 再次向包厢走去 只留下徐童一人 愣在原地 你个钢铁直男 至于尼二狗 此时正一个人 坐在富丽堂皇的包厢里 桌前是六星级 韭菜配置 奥龙 黑金豹 深海帝王蟹 琳琅满目 都不知道该吃什么好 哎 这该洗得 朴实无华的生花 臭不要脸 饭后 无聊之下 尼二狗选择刷会痘痘 映入眼帘的画面 让他不禁眉头青颤 这正是老师 开车碾压学生事件 画面里 那名小学生 被无情地卷入车底 遭到一次碾压 而驾驶的司机 仅仅是停了一会儿 并未下车查看 随后继续开动 进行二次碾压 场面令人不寒而栗 随着画面一转 一名女士身上穿着职业装 很明显 是刚直接刚从公司 急匆匆地赶来的 此时 她正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而周围空无一人 有的只是保安们 虎视眈眈地看着她 就等着领导下令 把她扔出去 我忍不下去了 这司机是眼瞎吗 这是喝多了 还是恼他 不行 我必须要找到他 给他一个咒术 还有阴谷 折磨完之后 再上机器 随后 尼尔狗果断将这段视频 发到自己的账号上 并配文 你是真的该写啊 学校里什么时候 规定可以开车了 你是有特权吗 林海公安 请彻查这位老师 最好再查查 有没有酒驾 此刻尼尔狗已经是三百万的博主了 发言有一定影响力 这个视频一转发 外加这件事本就有的震撼性 一时间全网开始转发 很快 这条新闻便引起了轰动 不少新闻媒体迅速前往发声地 一些博主也在为此事发声 下方的评论区更是群情激愤 真的笑喜跌了 我在校园里骑电瓶车 被全校通报 他们开轿车倒是理所当然的了 现在出事情了 活该 这个小学生才十岁啊 童年还没过完呢 哎 这位小孩子惨 当父母的更惨啊 这种丧子之痛 谁能忍受啊 至于尼尔狗 早就开车前往事发地点了 他准备去找那位喝假酒的老师 也不是为了打抱不平 维护正义 只是因为心里不爽 这便是邪修 快以恩仇 直接报复 不需要顾忌任何东西 很快 尼尔狗来到了校园 我要监控 你们凭什么 不让我掉监控 我早说一万遍了 监控坏了 再说了 这里是学校保安室 没有上头的命令 任何人不能私自调监控 我不信 为什么到我儿子这边 监控就坏了 平时 我儿子要是在教室里 有什么小动作 老师 直接把高清监控录像 放在家长群里 批斗我了 怎么现在 摄像头就坏掉了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摄像头坏了就是坏了 我只是个保安 赶紧把监控记录调出来 逗逗上的视频 其实比较模糊 而且不全面 遭到了人的恶意剪辑 正常来说 是能全方位多角度的 看见那车的碾压过程 甚至那司机的脸也能看到 只要尼尔狗能知道 他长啥样 就可以进行下咒 下鼓 保安打亮了一眼 尼尔狗说道 不是 你随呀 监控是你想看就看的 快点 我不想说第二遍 人家的孩子在学校出事了 做母亲的 只想要个真相 你却推三左四 妄图掩盖真相 这不是该洗吗 看不了 除非你去向学校领导申请 有专门的申请书才可以 好好好 尼尔狗被气笑了 还手一个阴谷打了过去 第一 因故熟练度加一 一百分之二 下一秒 保安只觉得自己的经络 在不停地跳动 接着是血肉 他低下头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只见自己的胳膊里 有一坨长长的东西 在不断地蠕动着 形状似是一条蜈蚣 此刻 那条蜈蚣正在往他的心脏处爬去 而所过之处 血肉直接塌陷 被蚕食一空 只剩下一层萎缩的皮包着白骨 保安当时大叫起来 剧烈的恐惧 让他本能地用刀划拉自己膀子 想把蜈蚣取出 而那二狗趁此功夫 赶忙调去监控 没过一会儿 一段高清的监控 呈现在二人眼前 依旧是孩子被碾压 但这回没有打上马赛克 你是真的该洗啊 不是说监控坏了吗 你还有没有点人心了 那二狗看着 对着疯狂大叫的保安指责道 而保安置若网闻 或者说因为剧烈的恐惧 使得他的大脑 屏蔽了外界的一切声音 此刻 已经用小刀把胳膊划开 取出了一条蜈蚣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大腿里面又心长了一条 这就是阴谷的可怕之处 气势分散在各个部位的 你用刀划开取出 压根没有用 他不明白 今天真的是重了些了 难道这正是他做坏事的报应吗 神啊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你放过我吧 而母亲选择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他不愿意再看 他的手心在低行 那是手指甲深深插进肉中的原因 因为他想用肉体的痛苦 来掩盖内心的痛苦 倒是那二狗有了新发现 因为到了视频的最后 司机从车里下来了 脸清晰无比的呈现了出来 更重要的是 他手上拿着一个啤酒瓶 身子摇摇晃晃 他真的是一边开车 一边喝酒的 怪不得监控不让人看 原来还有这样一段秘密 开车撞人和喝酒开车撞人 完全是两回事 前者可能按交通最处罚 但酒驾很可能就是 按故意吓人最处罚 这么呆喜啊 虽然人已经在警局被控制住了 但那二狗 依然打了咒虾术和鹰骨过去 低咒虾术熟练度加一 低鹰骨熟练度加一 警局 胡一正在接受审问 虽然他表面看起来慌张 但内心却稳如老狗 就凭网上流传的录像 顶多判他个十年 如果律师找得好 再伪造一些证据 把主要责任定给那个孩子 然后再顺势和家长私聊 很有可能都不需要坐牢 美滋滋啊 可突然 他心脏一阵脚痛 用手摸去 心跳的频率也非常奇怪 感觉就像心脏在蹦迪 但让他觉得恐怖的是 他摸到了软软的凸起 他缓缓低头看去 只见一条虫子在他心窝里蠕动 形状像是蜘蛛 警察 救命啊 我的心口里面有蜘蛛啊 你给我严肃点 现在是在审问 警察只当他是在开玩笑 毕竟好好的人 心口里面怎么会长蜘蛛呢 不信 你们快看 狐一 你别想装精神病来逃避罪责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可话音刚落 狐一便口吐白沫 两眼一翻 吓晕了过去 傻玩意 怎么感觉有些诡异啊 不管了 赶紧送医院吧 等醒过来 再审问 随后 二人费力地将他抬上车 我的天 怎么还在堵车啊 本来十五分钟的路程 硬是变成了两小时 哥们 你要挺住啊 别到时候还没上法庭 你就嘎了 刚到医院楼下 一口龙潭从天而降 两名警察闪得快没有被见到 但狐一可没有那么幸运了 龙潭直冲冲地落到了他的脸上 顺着鼻梁 缓缓下移到他的鼻孔 嘴唇 这时 几名护士掺着医生 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眉宇间闪烁着慌张 咋了 刚刚你们没被啥见到吧 我们没有 但是这位昏迷地被见到了 快 送急诊室 随着医生一声大喝 几名护士立马把他抬上担架 送去急诊室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两人 呆愣在原地 怎么个事 这小子在医院是有关系啊 刚刚有个病人诊断出肺结核 然后报复社会 就往楼下吐口水 这小子纯纯的是报应啊 而尼儿狗已经回家了 现在证据有了 那个母亲后面同学校交涉 应该会很轻松的 可几天后所发生的事情 大大出乎尼儿狗的意料 喂 你是尼儿狗吗 你是那天的母亲 是我 给我打电话 你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尼儿狗 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被网爆了 什么 你被网爆了 受害者还能被网爆 嗯 我现在每天活在网爆的阴影中 他们骂得都好难听啊 行为也越来越过分 朝我公司颇油漆 我因此没了工作 我天天熬夜加班 才爬上主管的位置 还有人朝我家游借菜刀 我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这个世界好痛苦啊 老天为什么不能对我好一点 尼儿狗冷了半晌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最后只能长长的叹了口气 你先别急 先把私信什么的全部关闭 有能力的话 就赶紧搬家 嗯 好的 谢谢狗哥 挂完电话后 尼儿狗第一时间联系了张三 张三 你帮我查查 那个母亲怎么回事 她为什么会被网爆 张三听后 也是愣了一下 随即答应下来 她的效率一如既往的快 只用了半个小时 就把所有的前因后果 全部发给尼儿狗 他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第一个视频映入眼帘 画面里那母亲在为孩子讨要一个说法 随后 尼儿狗又看了张三发来的评论区截图 当即眼皮剧烈的跳了一下 笑死 这个母亲一看就是白派 不然身上衣服穿的怎么那么整齐 就是就是 还是职业装 脸上还化妆 说不定就是想借着这个热度 去博取同情 以此来勾搭男人呢 看到这些评论 尼儿狗火气当时就上来了 这些人脑子是进水了吗 我脑乱喷 孩子的母亲当天还在上班 那上班自然要化妆打扮 第一时间来学校 也自然是这打扮 这也能喷 后面的评论更绝 泽泽泽这母亲演的好假呀 声音那么小声 脸上眼泪都没几滴 我哭的都比她强 蠢蠢摆拍 估计是网红公司包装出来的 找的演员 但这演员演技也不行啊 我家死个猫都比她哭的伤心 更何况她死的是儿子 我忍不住了 当天的情况她最清楚 人伤心到极致 压根说不出话来 而且那位母亲哭到最后 泪水都干了 嗓子更是哭哑了 现在这帮网友 一个假字概括了 更可恨的是 这些评论后面 都有好几千的点赞 真是一群无脑键盘侠 不过让你二狗欣慰的是 大多数人还是善良的站在母亲这边安慰她 替她发声 紧接着是第二条视频 那是已经是第二天了 母亲手里拿着牌子高高举起 目的还是只有一个 为她儿子讨回公道 而下方让人愤怒的弹幕又多了一些 这母亲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闹一天就行了呗 怎么第二天还闹 这个可是校园啊 古人说的没错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母亲我咋觉得像泼皮无赖 我儿子就在里面 求求你赶紧离开学校吧 可不能影响到我儿子上课 起来又不能复生 真不知道她这么闹下去的意义在哪里 这些评论的点赞量快破完了 不过依然有理性且正义的家长 为母亲发声 楼上的能不能别交了 人儿子都去世了 你们还满嘴跑火车 真是恶心之急 我倒是觉得这个母亲干的不错 她为了帮儿子讨个公道 同时也在帮我们争取利益 她这一行为 后面全国校园都要整治校园里面乱开车的迹象 也算是间接保护了我们孩子的安全 是我的没错 你们没有资格去嘲笑 去评论 站在最前沿 告局活距的沿 因为我们后面都会享受到她给我们带来的利益 我支持在为母亲 我也支持 支持 俺也一样 到了第三条视频 也就是第三天 学校显然不想将事情越闹越大 开始与母亲协商 只要她不再闹事 就答应赔偿她一百万 母亲并没有同意 她只想为那个孩子讨回公道 她还希望学校方面能公开道歉 但是他们却拒绝了 如果真的公开道歉 不就证明是他们的错了 那以后的生缘怎么办 最终协商无果后 母亲继续高举着牌 但这次她选择沉默 一句话也不说 在校门口站一天 尼尔狗看到这一幕 心里一阵触动 她不是不想高喊 不是不想进校园 而是被网友们骂怕了 烈日炎炎 母亲多次战倒晕厥 不过这一举动并未触动网友 反而下方的评论更加恶毒 则则则演戏就要演全套 虽然她演技不咋地 但是这份敬业的精神倒是让人敬佩 差不多行了 你再这么闹下去 吃相微眠也太难看了吧 人心不足舌吞向 再这么闹下去 你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还是赶紧收手吧 网友们的善良不是被你这么利用的 视频到此结束 尼尔狗久久不能语 小说需要逻辑 但现实并不需要太魔幻了 受害者有罪论 尼尔狗头一次气得肝疼 他觉着自己不配当个邪修 这帮网友才最适合当的 等着吧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随即他再次打电话给张三 张三 凡是在评论区里满嘴跑火车的 你把他的相关信息都调出来给我 还是和上次一样 要么照片 要么八字 或者是地址也行 好的老板 老板 其实还有一件事 有事就直说 好 现在网上有一个大博主 有五百万粉丝 为了热度 正在开直播骂那位母亲 而且还引导不少网友去网爆她 把他直播间分享给我 现在网上有一个大博主 有五百万粉丝 为了热度 正在开直播骂那位母亲 而且还引导不少网友去网爆她 把他直播间分享给我 我觉得这个母亲就不是什么好人 她先是用儿子惨死这件事情 博取大家的同情 然后再在网上寻求关注 等到事情发酵的差不多了 就去学校闹 那这样的话 广大善良的网友就会站在她的一边 然后她后面就会明目张胆的朝学校狮子大开口 而学校会迫于舆论压力 不得不向她妥协 你们看着吧 过几天她必直播带货 到时候赚得盆满钵满 而我们还会像个傻子一样 继续为她发声 此话一出 引得直播间哗然 虽然感觉很荒谬 但是感觉好有道理啊 那按照主播这种说法 我纯纯是被利用了 好黑暗啊 兄弟们都听见没有 赶紧把这条理论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发现 我们的善良不应该被这么欺骗 大家能不能理智一点 这母亲到现在也没有什么补偿啊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主观一段 就是就是 果然互联网没有真相 有的只是盲目跟风 一个个说话都不带脑子的 川哥看着下方爆炸的弹幕 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光是顺从他观点的弹幕 那不是最好的效果 只有有矛盾的弹幕才是最好的 这就跟电视剧一样 只要有矛盾才能更吸引观众 下面他只需要好好的引导这种矛盾 千万粉丝 指日可待 来来来 谁要是不同意我的观点的 尽管上麦和我辩论 看我把你讲福 我这么苦口婆心的 跟你们说这些是为了啥 还不是为了你们不要上当受骗呢 结果你们赶着往火坑里面跳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话音说完 之前持反驳意见的 顿时怂了 毕竟人家是个大网红 而自己是个小卡拉米 也就只敢在弹幕口嗨一下 要是被真实了 可就不好了 且 就这么点胆子 我还以为多牛呢 尼尔狗瞅准这个时机 我断上麦 哦吼 有意思 来了一个愣头青 川哥 全力输出他 让他见识一下 什么叫网络 上麦的估计也是个 只知道跟风的蠢货 估计后面要给母亲直播间 刷不少礼物了 嘖嘖嘖 兄弟们有没有兴趣 去私聊他一下 结结结 尼尔狗没去搭理这些 无脑弹幕 直言道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他孩子去世了 就不伤心吗 当然伤心了 那你污蔑他是什么意思 他已经够惨的了 他只是想为孩子讨回一个公道 有什么错吗 你确定是为了讨回公道 我觉得他是吃相太难看 后面学校估计要赔偿他二百多万 一个儿子换二百多万值了 稳赚不亏的生意 后面再生一个不就好了 你连佩奇和大黄都不如 哦呦 你急了 兄弟们你们快来看啊 他急了 真是笑死我了 哥们儿 辩论归辩论 你急什么 哈哈哈哈 就是 争论不过主播就开始骂人家 真的吓头啊 好好地再答辩 结果你变成了答辩 尼尔狗目光冷冷地看着这些弹幕 心里暗暗地记住了他们的网名 后面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全都要报复回来 但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主播你有孩子吗 有啊 两个龙凤成乡 那如果你儿子突然死了 但是我会给你两百万 你乐意吗 你不想活了是吗 你小子会不会说话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老子的儿子是能用金钱衡量的 两个孩子是他的逆临 平时就宝贝的不得了 今天被尼尔狗这话一击 当场火气直冲天灵盖 哈哈 急了 你给我等着 不要急哦 那位母亲的痛苦 如果降临在你的身上 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说出今天这样的话来 低诅咒熟练度加一 有病就赶紧去治 川哥吼了一声后 立马把尼尔狗踢了下去 水友们不管他 还有没有愿意上麦的 辩论就好好辩论 不能骂人或者咒人 这样会显得你特别没有教养 可惜除了尼尔狗以外 再也没有人愿意上麦 这时 他的手机铃声响起 备注是老婆 水友们 我接个电话 不好意思 请稍等片刻 走走走 主播工作时间还要接老婆电话呀 看来主播也是个宠妻狂魔呀 为主播点赞 主播这个家庭真幸福 羡慕了 羡慕了 喂 老婆 我不是说我工作的时间不要打电话给我吗 川哥 我们的孩子出事了 你赶紧来医院一趟吧 快一点 临川天后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他没来由的想起了尼尔狗的话 只觉得脊背有些发凉 难道是他 不可能 要相信科学 水友们也一阵沉默 不会是刚刚的人干的吧 我去 刚刚我就觉得他好诡异 声音都带着一股阴冷 天哪 我刚刚还骂他了 我不会也摊上事情吧 阿弥陀佛 天尊保佑 阿门 亲爱的达瓦里希 请相信科学 牛鬼蛇神拳都是杜转出来的 川哥无视水友们的弹幕 他慌张地问道 咱孩子什么情况 你来医院医生会跟你说的 我现在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好 我这就去 就这样 临川火急火燎地赶去医院 他连直播都没关 毕竟有这么大的流量的机会 他不想轻易地浪费掉 而且如果他们的孩子真出了什么事情 水友们也能帮帮忙 老婆 什么情况 老公 刚刚真的吓死我了 我以为我们的孩子又死了 呸 瞎说什么丧气话 呸呸呸 到底怎么了 孩子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晕倒了 医生说 是体内宫血不足 需要输血 那就好 吓死我了 差点还真信了那小子的鬼话 原来只是巧合 真是见了鬼了 不多时 医生从急诊室里面走出来 目光看向他们二人 随后开口询问 你们俩是孩子的父母吗 是是是 你家孩子不是什么大病 家属给他输个血就行 另外 以后监督孩子认真吃饭 不要把垃圾食品当正餐 你们这群做家长的 真的是你爱孩子 殊不知 你们是在害他们 是是是 以后我一定听医生的话 那么你们二位谁来输血 我来吧 我老婆也有些贫血 就不让他遭这个罪了 老公 你对我真好 小意思 直播的水友们 见到这一幕 纷纷开启了弹幕轰炸 这都多大人了 怎么还有一股爱情的酸臭味啊 棒 川哥真是模范丈夫啊 值得我们学习 我家那口子 要是有川哥一样好 我做梦都能孝醒 这么和谐的家庭 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 这位家长 你请跟我来 先验个血 赶紧救我儿子要紧啊 还验什么血 我是孩子的父亲 这血型不可能有错的 抱歉 这是医院的规定 请你遵守 你放心 验血时间很快的 也就十分钟左右 行吧 趁着验血的功夫 川哥继续对着直播间的水友们说道 言归正传 你们信不信不出明天 那母亲就会同意学校的赔偿 保守估计的两百万 不吹不黑 我看了也是真的眼红啊 这次他算是抓住机遇了 不过我还有提醒大家一点 后面他直播 大家别犯傻 给他去刷礼物 有这个钱 带父母去吃一顿海底捞 体验一下大城市里新奇的玩意不好吗 主播说的不错 哎呀 好久没见过三官怎么就的博主了 粉了粉了 看着依旧暴增的直播间人气 川哥心里美滋滋 按照这个速度 明晚就可以直播带货了啊 到时候又可以挣上一笔了 今天我这个宠妻 再加上伟大父亲的人设 也立得不错 利用的好的话 估计又能在网上圈一波粉 不知不觉 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只不过这次 迎面走来的护士 目光有些怪异 嘴角还有若有若无的笑意 孩子的母亲跟我来一趟 怎么个事 干嘛叫我媳妇啊 要给这位母亲咽血 不出意外的话 孩子需要她的输血 护士话音刚落 他媳妇眼中 没来由的闪过一丝慌乱 然后低下了头 但川哥更加懵了 不是说用我的了吗 我媳妇有点贫血啊 你的没法用 为啥 我不会是有什么血液疾病吧 还是传染病 不 你很健康 那是 川哥眼神依旧懵懂的看着护士 此刻他无助的就像个三百斤的孩子 你是A型血 你的两个孩子都是B型血 说完这句话 护士再也蹦不住了 捂着嘴跑开了 虽然很惨 但是真的好想笑啊 我是A型孩子是B型 那也就是说 孩子不是我亲生的 我特么被和谐了 我竟然帮别人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 他越想越觉得胸闷 越呼吸急促 最后气得直接捂着胸口 坐倒在地上 缓了好久 他带着不敢置信的目光看向他老婆 张甜甜 你你你 我是哪里对你不好吗 不料 接下来他老婆的话却让他更萌了 林川你这个畜生 这么多年我对你也算是尽了妻子的义务了吧 给你做饭 打扫家务 带孩子 结果你竟然背叛我 孩子竟然不是你的 离婚吧 你这个渣男 此刻 他的直播间一片寂静 谁有门的CPU都烧了 一时间逻辑关系有些混乱 不会 孩子不是老公亲生的 等于老公背叛了老婆 听着咋那么魔幻 但还有点道理的感觉 兄弟们等会 我去玩玩我生无老师 嘖嘖嘖 这个林川媳妇好像学历不太高的样子 不 是智商不太高的样子 兄弟们这事情好诡异啊 我现在脑子里面全是刚刚那水友上麦说的话 我去 我也是 不会就是他诅咒的川哥吧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一切都是巧合 要相信科学 一旁偷听的护士忍不住乐了 最后没忍住解释道 这位女士 如果孩子不是亲生的 那就是你背叛的她 嗯 真的吗 她媳妇眼里有股纯真的美 而林川也在一旁大怒道 张甜甜 你快给老子说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我要嘎了他 都是人那么多 我怎么知道是谁的 那你 林川脑子直接出现了高频电音 我早就知道你不简单 你啥时候还是个运动健将了 我就说嘛 你为啥做家务活这么熟练 你说你天赋异禀 结果是熟能生巧啊 谁有门听的表情也是一阵精彩 此刻她的直播间人数 已经突破到一百万人 这在整个痘痘历史 这个流量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评论区的弹幕更是不要命的刷 醒来的兄弟不要发弹幕了 别挡着我看狗血大戏 我去 川哥媳妇撕个喊言啊 浑身从此的运动戏跑 玩得真话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深水炸弹吗 估计她已经是好多人的形状了 林田田当即被林川这话说怒了 双手插着腰怒对道 林川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哪个成年人不会犯错 你敢保证你结婚到现在 就没有犯过一点错吗 你一直忙着工作不管我 我放松一下怎么了 你现在跟我在这里狗叫上了 你忘了你当初追我的时候 那个儿儿还样了吗 你给我闭嘴 张田田我告诉你 咱俩完了 我要和你离婚 好 离婚就离婚 按照婚姻法 你的一半财产全都归我 你跟我滚 你个不要脸的 老子要弄嘎你 还有个大爷还在挂水 手上拿着吊瓶 看得哈哈直乐 发网上肯定能活 泽泽 这男的真瞎头啊 在医院家抱老婆 你们以后找老公 一定要擦亮 眼睛听到没 这貌似还是个主播啊 又有瓜吃了 尼尔狗全程只是冷笑 那位母亲所承受的痛苦 你要加倍承受 现在才哪到哪里 这时 尼尔狗的手机 铃声响起 是那位母亲 电话里他传来声 无可恋的语气 狗哥 要不还是算了吧 网友是不会相信我的 刚刚临川这么一带节奏 网上骂我的人更多了 我只是想帮儿子 讨要个说法 有错吗 网友们为什么不能放过我呢 哎 算了算了 我还是放弃吧 谢谢狗哥帮了我这么多 但我估计是报答不了你了 你是要自瞎吗 对方沉默了 此刻那二狗唯一能听到的是大风吹来的声音 你在楼顶 但没有人答话 梁九 电话那头传来阵阵叹息 还能怎么办呢 努力了这么久 眼前依旧是一片黑暗 我也快坚持不下去了 不如去陪我儿子呢 嗯好 那你跳吧 你死了之后 那些骂你的人依旧和家欢了 可能他们的孩子还能考个不错的大学 你嘎了之后 杀害你儿子的人可能也在逍遥自在 总之 没有人会记得你 就算记起你 也只是会来上一句 你吃相太难看了 你活该的字眼 对面再次沉默了 那我该怎么做 活着 报复他们 让他们加倍的偿还 好 狗哥 你说的对 我明明是受害者 但凭什么最后 我反而变成坏人了 既然伤害到我 那他们也别想好过 很好 那你下面听我的计划行动 如果有条件 再拉几个去陪你的儿子 谢谢 挂掉电话后 尼尔狗长舒了一口气 好险 差一步 受害者就被逼死了 这魔幻的网络 逼 宿主因故 熟练度减一 听这系统提示 尼尔狗笑了 其实他刚刚做了两手准备 如果刚刚语言劝说不成功 那就用鼓术 把鼓吓在他的双腿里 让他暂时瘫痪 想跳压根跳不了 鼓术也要活灵活用 不单单只能用在害人上 随即 尼尔狗开启了直播 现在当务之急 是消除临川直播带节奏 所带来的影响力 不然网报只会愈演愈烈 尼尔狗能想到的最好方式 就是开直播了 你跟我说实话 刚刚上外拉人是不是你 那绝对是啊 那最跟开国光一样 自从跟着狗哥搞迷信 我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 现在老板骂我 我就走他端一礼你 那直播看得我是真爽啊 头一次觉着小仙女 打拳打得漂亮 那个脑残玩意儿 真的欠熟 尼尔狗哭笑不得的 看着水友们的弹幕 真是沙雕网友 聚一窝 欢乐多有多 既然凌川他带起了节奏 那我这次直播的目的 就是消除这波节奏 现实不是魔幻 我们不能让受害者得到惩罚 去还凶手一个清白 这跟指路为马 有啥区别 有些水友们 一时间陷入沉思 对哦 那位母亲不是受害者吗 怎么现在都在骂他了 大家不是说 那母亲吃香太难看了吗 觉着他贪心就骂他 尼尔狗看着这条弹幕 不禁翻了个白眼 现在的人都病得不轻啊 脑子有病就去治 那位母亲到现在向学校 要过赔偿没有 没有啊 那你们为什么说他贪心 因为他到现在还在闹啊 这就跟钉子户一样 很明显是想拖久一点 钱就能多一点 你真溜 看看脑子果然有病 我就问问你们 学校方面有公开道歉没 凶手信息有被公开没 没有啊 那母亲继续闹 应不应该 好像是应该啊 我勒个去 主播这么一说 我发现我当时是脑子抽了 那我再问你们 你们认为母亲后面会多要钱 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猜测 既然只是一种假设 你们有什么权利去骂人 这是不是在打着道德的旗帜 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谁有门一片沉默 我觉得我不配活在这世上 我刚刚抽了自己二十个嘴巴子 我要向那位母亲道歉 再一点 人家母亲要点赔偿怎么了 我说个不好听的比方 你被人开车撞了 你会选择当的脑残老好人 不要赔偿吗 那肯定不会啊 谁不要谁是傻缺 那你们干嘛骂人家 是的啊 要赔偿不是一件很正常事情吗 多要一点那也是人之常情啊 人家儿子去世了 正是崩溃的边缘 我还去骂人家 我呸 我真不是个东西啊 兄弟们 我准备去赎罪了 谁有那位母亲的账户 我准备把我半年的工资 全部给她 也算是道歉了吧 我也要捐 我其实是个好人 只不过没长脑子 稍微被人煽动利用一下 就变成心怀正义的坏人了 这样的例子 我们经历的还少吗 原爷爷摸了一下豪车 被骂上热搜 连续做十二小时手术的医生 就因为喝点葡萄糖水 也被网爆 难道好人就该被人拿枪指着 英雄就应该日子过得清贫 不能有任何享受 这是什么屁道理 一堆没有脑子的人 把自己捧在高高的神位上 去点凭鸡蛋里有骨头 以我的观点来看 全都该嘎 水友们顿时沉默了 不少话都说到他们心坎里了 主播这话说得对 啊 谁都不是生人 可是广大网友总会用生人的标准去点评别人 我也曾经被网爆过 就因为我给乞丐点外卖 里面没有放肉 那我也是个打工人 加肉的外卖要二十 我自己每天也就吃十块钱的 从那次事情开始我就不敢做任何好事了 怕再被骂 大家赶紧多补藏一下那位母亲吧 你二狗看着弹幕 知道自己的话起效果了 顿时放弃了不少 吃错能改 善魔大烟 觉得我说得对的兄弟们 麻烦你们将我今天的直播内容剪辑出来 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好的 我一定经我所能 那下播 下播之后 你二狗又打电话给了张三 张三 咱们有杨水军没有 这可当然有 网络舆论也是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要素之一 所以咱们自然会有水军 好 那你把水军全派出去 为那位母亲澄清 钱不是问题 对了 你去查一下 网上那些网报那位母亲的典型网友 搜集资料 还是老规矩 八字 照片 地址 全部给我 另外 你去联系一下那位母亲 以那位母亲的名义 向他们发起起诉 准备打官司 可是老板 有什么事情直接说 那起诉的人估计有点多 保守估计有二百来位 哼 法不择重是吧 可惜在我这里行不通 有多少人起诉多少人 你们放开了蛋 钱不是问题 好 这一次 张三 张三斩钉截铁的点头答应 此刻的他神色带着浓浓的兴奋 跟着这样的老板真的是跟对了 有钱赚还是其次 主要是爽啊 挂断电话之后 尼尔狗并没有去休息 反而一直盯着豆豆后台 目光中带着些许期待 他方才直播说了那么多 一定会有反对的水友 或者说可能有临川一方的脑残粉 还有一些脑子长泡的阴谋论者 按照他们的妙性 绝对回来私信骂他的 所以尼尔狗现在只需要守株待兔 刚好趁这个机会 把鹰骨熟练度刷满 另外 说不定还能触发系统选项 果不其然 不一会儿 尼尔狗就收到了一条私信 你收了那母亲多少钱 尼尔狗忍不住被气笑了 随即回复了个问号过去 你扣尼马问号呢 老子问你话呢 收了他多少钱 你以后收了多少明币 我就给了多少钱 你特么找死 来来来 有种上麦来跟我兑现 尼尔狗一听乐了 还有这要求 既然想找死 那我自然不拦你啊 其实尼尔狗也明白 对方打的什么算盘 无非就是故意激怒自己 然后他就会把自己 骂人的话恶意剪辑 发到网上去引导舆论罢了 这些都是他玩剩下的 电话刚接听那一刻 对方就传来骂声 你和那个狗女人就是一丘之和 真的是为了点钱 什么下头的事情都干 怎么一道雷不把你们俩劈死呢 一起去和小孩团圆该多好啊 他的事情你那么积极 你们两人是有一腿吧 尼尔狗面色如水 但眼中一道杀意闪过 随即念动起了咒语 无有一鼓 敲你脑壳 吸你脑髓 五脏皆空 万鬼当时 如当萤火聚焚 不得超生 急急如律令 你特别在说什么鸟语啊 有种说人话 尼尔狗这个咒语是上古时期的乌语 在配合相对应的神调 威力能骤增 果然 下一秒 对方就传来一阵阵惨叫声 嘶哑的叫声 让人忍不住起一层鸡皮疙瘩 好疼啊 我的头 里面好像有虫子在啃我的脑子 尼尔狗目光依旧冷漠 不为所动 对方再傻 也知道这一定是尼尔狗干的 于是语气缓和了下去 是不是你干的 你在说什么啊 我咋听不懂了 你不会是疯了吧 我知道这一定是你干的 求求你给我解了吧 我好痛苦 我脑子里面全是虫子在爬啊 我鼻孔里面都钻出来好多条区 求求你给我解了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你讲的东西我完全不明白 如果你有病的话 请建议去医院 对面再也蹦不住了 再一次开始惨叫出声 尼尔狗对此也只是冷笑几声 随即挂断了电话 这一拨下来 对面虽然不会死 但成脑残是肯定的了 以后精神病院都不要 有请下一位受害者 你个傻狗去洗吧 之前那次网报 你怎么没跳楼呢 第一 检测到宿主正在被网报 神机选择系统正在开启 选项一对他使用阴谷 永久性残废 奖励一个亿 选项二对他使用咒虾树击血 他洗完后奖励十个亿 选项三跟他对喷 奖励七国语言精通 妮儿狗一阵心动 看着第二个选项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这个了 嘿嘿 我告诉你个秘密 我也是主导网报那位母亲的人 嗯 就你 你竟然小看我 我告诉你 我手底下养了一百多号水军 他们每骂一次母亲 我就奖励他们一块钱 尚不封顶 你猜猜他们一天 每人赚了多少钱 多少钱 一千块 你是真该洗啊 另外去他家泼油漆 写恐吓信 也都是我们干的 我们的目标就是逼他去自家 你们这么做 是有什么目的吗 没什么目的 我就是想看他们母子两团聚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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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你就笑吧 待会有你哭的 一道急死实在太便宜他了 鹰骨和急死一起用 那才叫酸爽 跑你度寡 你心心 你脑分 你血万鬼 是魂万虫 是生无 叫你三根洗字 不留你到五根无数 不凤上骨鞋身 阿若多罗托耶赤令 急急如律令 你能不能说人 对方话字还没说出口 声音便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 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的惨叫声 你刚刚念的咒 我感觉浑身都在有蚂蚁咬 一定是你干的 你在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好疼啊 我感觉我要洗了 你真聪明 大仙 不 你是神 你是我的神 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你能不能原谅我 你错哪了 我错在不该骂你 对不起 我不是人 你饶了我吧 还有呢 我还错在网报那位母亲 我对不起她 我要忏悔 我给她磕头了 神 你能原谅我了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好 原谅你了 真的吗 可话音刚落 一阵闷哼声传来 然后就再也没了声音 一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十亿现金已经到账 请注意查收 原谅归原谅 但你还是得洗 后面那二狗又接了几十个电话 但不少人还是知道把握尺度的 所以也就洗了三个 大部分也就是残疾什么的 邪修不能太邪 毕竟是法治社会 而阴谷的熟练度飙升到了五十五 下面一步就是去学校协商了 如果他们再不道歉 尼尔狗不介意给每位领导下个股 真的是非暴力 不合作 如今我十亿身家 就开八百万的车 实在说不过去 必须再去换辆车 最后 尼尔狗开着兰博基尼大狗 去了市里最大的豪车市场 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 不少顾客纷纷抬起头 眼里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这这 若打勾 起码要八百万吧 估计是拿个福尔带出来 炸街装插了 不管它 我们看我们店 去 我要是有这辆车 那得天天出来炸街 装插怎么了 有实力你就装呗 而店里的经理 看到是尼尔狗来后 顿时激动起来 差点没从桌子上翻过去 大佬 你来了呀 大佬想喝什么茶 顶级炭烧乌龙 还是西湖龙井茶 饮料 果汁也有 不用了 我赶时间 我需要挑辆车 好 不过您不是 有了一辆大狗了吗 开腻味了 想着再买一辆换着开 八百万的车 说你就腻 大佬就是大佬啊 大佬这次入手 什么价位的 我们这次 从总部调来辆 麦凯伦P1 就是价格稍微有点高 多少钱 一千万 不要 那大佬 我们这边 也有几百万的车 您可以看一下 我的意思是 一千万太低了 有没有再高一点的 再高一点的 嗯 大概五千来万左右的吧 哎呀 大佬不好意思 我这膝盖有点软 稍等 我现在努力站起来 五千万呢 这辈子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想赚这么多 得从唐朝开始打工了吧 所以 有吗 有的 有的 我们的镇垫之宝 怕加尼疯狗 刚好五千万 赶紧带我看车 都说了 赶时间 OK 大佬 就是这一辆 这车全部采用碳纤维和铝合金材料制成 独特的线条 能最大化的降低风作 其次还增添了肌肉美感 另外 它的驾驶性能也是数一数二的 不输赛道上的任何一辆车 行 那就这辆了 我买了 大佬 你真的不需要试驾 这可是五千万的车 说买就买了 一个亿的也行 大佬 您稍等我这就给您去办手续 你好 我叫杜龙 兴隆的龙 想和你交个朋友 还是以后的吧 我现在赶时间 杜龙神情猛的一愣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拒绝他 不过还是笑了一下 这一次却带着些许冷意 我家是金锐集团的 和你互相加个联系方式 耗不了多少时间的 金锐集团 就是奔氏嘴大了那个放地掺赏 这才是镇地大佬啊 据说目标 独死爱意算起 听到了吗 以我的身份 主动和你交朋友 完全是看得起你 希望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说我赶时间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管你什么牛马 老子不想叫 就是不想叫 你立马在我眼前消失 行 你等着 你以为有钱买辆豪车 就了不起了 第一宿主因故 熟练度加一 我保证你会后悔的 我让你看看 什么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 我的嗓子 卧槽 这度假公子 毛死有点消失啊 土外走远了 在他们眼里 呕吐物就是呕吐物 没有别的样子 所以围观群众 只认为度假公子身体虚而已 你们也看见了 我全程没动他一根手指头 是他自己晕倒的 放心吧 他是富二代不会捧磁的 行 最富二代斗地主打多了吧 都都昏迷了 他这乌饭吃得不挠 不过了遇到死定 先活个逗逗 看看有没有击肥货 表弟 手扶扶耳大 因我偷无分霉 究竟死到得的人三 还死 而你二狗 也看都没看一眼 看上帕加尼疯狗 就离开了 有时间吗 咱们去学校集合 狗哥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闹了那么多天 一点效果都没有 反而还被网爆了 我不想你因为我 也被网爆啊 没事 你相信我 赶紧在校门口等着我 好 对不起 不让开车进校园 请你配合 你二狗点点头 果断下了车 丝毫不生气 不让轿车进校园 你二狗是竭力支持的 这样能大大的提高安全率 可下一刻 后方一阵喇叭声响起 保安健壮两忙 将大门打开 露出一个谄媚的笑容 并做出往里请的手势 不是说不让进校园吗 那是针对你 你知道人家是谁吗 谁 校长 你真溜 人家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你能跟人家比 你看看你开的车 小的跟什么一样 一看就是便宜楼梭的货 那二狗却听乐了 怪不得有些人 只能当个保安 有钱人和穷人之间 隔着一层信息壁垒 看着薄 其实厚得跟海一样 你赶紧让让 校长该等的不耐烦了 我要是不让呢 我看你这是没事找事吧 怎么个事 校长看到前方不对劲 立马下车查看情况 要知道他们学校现在可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可不能再发生别的事情了 不然都得量 校长 这人不让你过去 非说自己的车没进去呢 凭啥子让你的过 校长愣了一下 随机装作很有善地笑了起来 这算多大点事情啊 小伙子 那你开车先进去吧 我后面再进 对了 你有没有亲戚或者孩子 在我们学校念书的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可以多多照顾他 我的车被你堵住了 你先把你车往后摸摸 你车在哪呢 质量 不愧是便宜货 连喇叭的声音都跟别的车不一样 你这车 这车是怕加尼疯狗吗 嗯 多少钱 也不贵 就这个数 就这车还要五十万 也太贵了吧 是五千万 保安一个没站稳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多少钱 五千万 我刚刚刷了本事的痘痘 超跑中心的镇垫之宝 被人买走了 看来就是你了 那我现在有身份开车进学校吗 当然有 你的到来 简直就是蓬壁生辉呀 就这车进校园 那招生简章不就有了吗 到时候再配个文案 欢迎某某同学回到母校 炸裂全场啊 来年的学生指定得爆满 下次看到这辆车 就像看见我一样 听见没 帕加尼疯狗 也是你配蓝的 是是是 是我眼瞎 尼尔狗看着这一幕 就像再看一出人间闹剧一般 现在的人都是畏为不畏得呀 算了 我就不开车进学校了 哈哈 你是打算低调吗 不 你也不准开车进 你们学校的事情解决了吗 竟然还敢开车进校园 教书育人的地方 是让你们这么搞的 校长被尼尔狗这一通说教 脸色顿时变得很不好看 但迫于尼尔狗的实力 只能低着头不断附和道 是是是 您说的对 我以后一定改正 没过多久 那位母亲也来了 看到尼尔狗一旁的车 也不由阵的惊了一下 但随后看到校长 目光又暗淡了下来 校长也看到了那位母亲 顿时色力内差 谁让你来的 都这么多天了 你竟然还敢来 你现在赶紧走 今天我们学校有贵客 我不想把这事情闹得太难看 我让他 你有意见 大佬 他是你叫来的 有问题 嘿嘿 没问题 欢迎欢迎 其实我们来的目的很简单 你们给他道歉 并且再网上公开道歉 这不可能 大佬 虽然你很有实力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也不怕得罪你 没得商量 哦 这涉及到后面的招生计划 现在招生本来就抢不过其他学校 要是再公开承认 真的是我们的问题 这学校也别再想开下去了 所有人全都得失业回家 听到这话 母亲身子剧烈摇晃了一下 面无血色 那如果说我要买下这个学校呢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我要买你的学校 大佬 我不是看不起你啊 我们这个学校是私利的 确实可以卖 但你知道买的话 要花多少钱吗 多少 起码八个亿 可以 啊 切 我当有多贵呢 原来才八个亿啊 才 八个亿 校长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目光满是惊骇的看着那二狗 这可是八个亿啊 真磨叽 到底能不能卖给个痛快话 校长再次咽了口唾沫 现在他激动的那个颤啊 这属于遇到了未神豪啊 这个学校我只是管理者 卖不卖得看懂事的意见 您稍等 我去帮您联系一下 校长走远打电话后 母亲则是十分震惊的看着那二狗 解决不了学校 就买了它 这是什么逆偏想法呀 狗哥 太谢谢你了 我和儿子何德何能 要你破费那么多呀 要不你再考虑一下 也才八个亿啊 也不是很多 而且 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你们 只是为了我自己 你自己 对 遇到这事 我就心里很不爽 那如果让我不爽啊 我就会想办法摆平这事情 不管是修正到也好 还是修学到也好 最重要的念头通达 心里自在 那才是真的自在 如果心里天天憋屈的修行 那不如不修 母亲听后 沉默着低下了头 这就是修行者吗 她曾经听过也见过 但全没有一个 是像孽二狗这样的 他们绝大多数的人士 整天把因果 报应 福报挂在嘴边 要么就是六道轮回之类的 还整天喊着 让你静心 有什么用 能为死去的儿子 讨回公道吗 但念二狗能 不久后 校长回来了 只不过这次 他的脸上 带着些许遗憾 对不起大佬 他们不同意 怎么 他们觉着 你给的价格太低了 哼 念二狗冷哼一声 他虽然有钱 但不是傻子 那帮董事很明显 是准备吃定他了 趁机坐地起架 哦 那太遗憾了 那我们还是把这段视频发出去吧 什么视频 贵校的监控啊 你有我们学校的监控 不可能 你就别逗我了 之前的监控 早就因为内存不够 删除干净了 那有没有可能 我是在删除之前拿到的 不可能 之前那个保安说了 监控没有任何人动过 我现在很好奇 你是怎么当上校长的 也太天真了吧 他不想被追求责任 自然这么说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他是主动辞职的吧 校长的表情顿时僵住了 因为念二狗说的没错 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还把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整个人就像失踪了一样 这么一细想 校长开始慌了 此刻在他眼里 这念二狗看着年纪轻轻的 但是心机和手段可是不低啊 那大佬 我能看一下视频吗 自然可以 当拿到念二狗的手机后 校长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手机屏幕上 赫然就是那天下午的视频 360度无死角 全方位高清视频 现在你可以再去和董事们谈一谈了 如果还是谈不成的话 那这视频我就发在我的账号上了 哦对了 我现在粉丝有500万了 另外 我现在只有七个亿 可以收购你们学校了 你们看着办吧 此刻在他眼里 念二狗就像是个 披着羊蹄的狐狸 狡诈且贪婪 舆论都快结束了 结果他才把这王炸视频拿出来 这耐心 真像深山里打猎的老猎人 不过他只能深感无力地叹了口气 毕竟在大佬的博弈中 他只是个打工的 过了一会儿 他放下电话 深深地看了你二狗一眼 偷鸡不成是把米啊 大佬你赢了 董事们同意把学校七一卖给你了 但前提是你要把视频销毁 不能留任何一个 这个是自然 那我也说说我的要求 我说过学校的目的很简单 我希望你能代表学校公开站出来道歉 不行 那样我能会被网友们网报的 他们有多厉害 我是知道的 只要你站出来道歉 那你不会被我辞退 而且还能涨工资 你年龄也大 不想在网上面爬爬了 这死话当真 当然 相反 你要是不同意 你就可以退休了 我不需要一个 对我没有丝毫价值的人 校长愣愣地点了点头 这是阳谋啊 他除了答应 别无他法 我还有第二个要求 这位母亲的损失 还需要你们赔偿三百万 大佬 八个亿你都能拿得出来 你还会在乎三百万吗 孩子是因为你们出的事情 凭什么要我赔 我买学校就这两个目的 不然我才不买呢 校长只觉得 天上掉下来一把锤子 砸得他脑壳晕晕的 这就是大佬的世界嘛 为了一个三百万 还有一个道歉 宁愿去花七个亿 这样的格局 我一辈子没见过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 就录道歉视频吧 这么急 好歹 也得等到你把钱 转过去再说吧 不用 已经转过去了 啊 这么快 你不需要先提现资金 再去整合一下流动资金吗 就七个亿而已 卡里一提就出来了 还要搞得那么麻烦干嘛 但在校长耳朵里 就是另一种异味了 卡里就有零钱 所以不需要去调动别的资金 那这么说的话 他的资产起码在一百亿以上了 细思极恐啊 很快 校长就收到了董事们的电话 确认之后 校长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赶紧道歉吧 你就不要再留念那些个董事了 现在我才是你的老板 校长也是叹息一声 这就是人生啊 老板在一分钟内就换了一批跟电影快进士的 但既来之 则安之 校长很快调整好了状态 尿狗则是拿出手机准备录像 一 二 三 开始 大家好 我是海独第一小学的校长 在这里先跟大家道歉 抱歉占用社会的公共资源 我今天拍这个视频的目的 是为了代表学校进行道歉 因为我的监管不利 也因为学校的规章制度 没能完全履行 加上那名老师的违规 因此导致了那位孩子的不幸 在这里我代表学校给孩子道歉 给那位孩子的所有亲人道歉 给全校师生 以及担惊受怕的家长道歉 对不起 后面我们会加大监管力度 积极创造一个十分安全的校园环境 希望以后广大网友们也能进行监督 看着这段视频 尿狗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即就发在自己账号上 并且让张三也通过公司渠道不断进行转发 老板怎么样 我这态度很诚恳吧 网络上的那些圣母们就爱吃这一套 嗯 很不错 那记得升职加薪呀 升职加薪就算了 你后面估计没机会了 嗯 老板 咱们之前不是答应好好的吗 难道你想说话不算数 怎么会呢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我是担心你后面可能会有问题 不能再继续任职校长了 是吧 林长发 妾 我能有什么问题 低音鼓熟练度加一 话音刚落 林长发大腿猛的传来一股剧痛 犹如电击一般 切出他以为是抽筋 可扒开裤腿一看 一直硕大的蜈蚣正在他的皮肤表面游走 出于求生本能 他赶忙用手去掐 但这一掐 蜈蚣顿时朝血肉的更深处钻去 大佬 救我 嗯嗯 好 我这就帮你叫救护车 不行啊 那太晚了 没事的 别紧张了 可等救护车来 我的腿就废了呀 我知道 只要人没事就行 我他妈 这是什么逻辑 最终 救护车来了 医生看了看林长发的腿 随即他有能力 废了 解肢吧 医生 我可不能解肢啊 不解肢的话 病毒可能感染到你的重要部位 啊 截肢快点截肢 对了 病毒是什么鬼 不是蜈蚣吗 蜈蚣 小李 手术做完 你去联系一下精神科的张大夫 哦哦 好 你看 就说是你的原因吧 我可是信守承诺了 但你瘫痪了 我也没办法 咱 新校长找谁当好呢 网报专业户林川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却被网报了 只见自己的大门被破油漆 自己辛苦开起来的网红公司也被砸了 满屋子的垃圾 现在只能被迫关闭 一天要损失好几万 他想不通 自己明明是一个受害者啊 头顶绿油油的受害者啊 为什么被网报的反而是他呢 实际上 他的妻子张甜甜 才是最下死守的那一个 张甜甜抓住网络舆论 直接发了段小视频 我和林川在一起这么多年 一个女人最好的青春全部给了他 我怕他累着 我把家务全部包了下来 甚至在做月子的时候也都是我干 我不求他能记着我的好 我只想他能对我和孩子好一点 可没想到他真的是忘恩负义啊 竟然在孩子们生病晕倒的时候 在医院里对我大打出手 完事还要跟我闹离婚 要抛弃孩子和我 虽然这两个孩子都不是他亲生的 但可都叫了他十年的爸爸呀 他为什么能这么薄情寡义 我觉得他连出生都不如 尽管是第十遍看这段视频 但林川还是气得甘疼啊 什么叫出生不如 我给别人养了十年的孩子 现在不想继续养了也有错了 但更可气的是 下面评论区一堆跟风的 这就是顶级人渣呀 为了这么点小事 就不顾十年就情 出生不如 哪个成年人还不犯错吗 这种男人实在是太小心眼了 真让人瞎头 哦 就这还是痘痘大博主 我现在看到他的视频就想吐 他的每一个视频我都点了举报 这种男人实在是太狠了 在外面都敢对姐姐你进行家暴 在家里面不得敢吓人啊 赶紧让警察叔叔把他抓起来吧 这种人在社会上也是独流 他这次算是尝到了被网报的滋味了 不过作为一个五百万级别的大博主 他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可当他刚要开直播澄清自己时 不小心点进了一位博主的直播间 他刚想准备退出去 忽然愣住了 这声音好熟悉啊 咦这不是那天和我连麦的那位吗 一定是的 好家伙 原来也是一位大博主啊 怪不得他当时敢跟我应对 先看会儿他的直播吧 对于凌川这件事 我想睿评一下 现在网上有一半的网友在网报他 骂他是出声 我很失望 另一半的网友去哪里了 键盘扣起来啊 首先我给分析一下凌川哈 你们觉得打人对吗 不对 那要是男人打女人呢 那更不对了 男人的手是用来打天下的 怎么能用来打女人呢 就是就是 小月月说过 女人是用来疼的 不是用来打的 那要是男人不顾十年勤奋 暴力殴打妻子 还是在公共场所呢 我去 那就该死了啊 不管什么原因 假包就是不对的 真的有这种畜生吗 有啊 凌川就是 如果有谁有不了解这件事的 可以去网上看看视频 我丢 主播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他嘎嘎了 嘖嘖嘖 之前我还觉得有点同情他 现在想想 真的是活该 他媳妇应该就是 受不了他的家暴 才选择 其他温暖的港湾 来舔视自己受伤的心灵吧 这一波 我在母亲 同意的扣衣 不同意的扣眼珠子 看到清一色骂自己的弹幕 凌川顿时气得暴跳如雷 指着手机屏幕怒骂道 好你个孽儿狗 我招你惹你了 你这么带我节奏 你为了点屁流量 真是一点人事不干啊 你这么颠倒黑白 难道真的就不怕遭报应吗 但他似乎遗忘了 之前他为了流量 也是这么对待受害者母亲的 这件事情法律自然会处理的 请大家不要网报他 因为恶人自有恶报 算你还有点良心 我再说一遍 千万不要去网报他 虽然他住在 翻登豆花园三号楼三百一十四 但身为有素质的网民 咱们一定不会记刀片 破油漆 咱们 一定要荔枝啊 林川听完 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你二狗 你好狠毒的心啊 我的地址你是怎么知道的 还专门调查我了 我得赶紧跑路了 林川知道大事不妙 按照网友们的效率 一小时内必定找上门来 到时候小命都有可能不保啊 校长的道歉视频已经发布 顿时犹如滔天巨浪 在网络上炸开了花 之前还网报的人们 也全都一边倒 开始换个头像和网民支持他 这位母亲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终于换来了一句想要的道歉 点赞点赞 哎 希望这位母亲以后能好好生活吧 早点走出悲痛的阴影里 我儿子就是这所学校的 我感谢他所做的一切 无心中也保护了我儿子的安全 看着这些弹幕 你二狗不禁点点头 可以 他的效果还是很足的 可当他在往下面翻时 立马变了脸色 这位校长一看就不是真心道歉 估计是被他闹烦了 才做出无奈之举 吃相真是难看 不就没了个儿子吗 至于这么惊天动地 再生一个不就完了 楼上的你说的轻松 你知道再生一个 我得多累吗 身体扛不住啊 饶食你二狗现在的心境 看这些恶臭的弹幕 依旧来了火气 老规矩还是交给张三 让他去查他们的具体信息 你二狗知道 现在所做的还不够 还需要最后一味猛药 那就是监控视频 但你二狗也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说销毁那就是要销毁 再发出去的话就不合规矩了 因此你二狗二话没说 坐上疯狗 一脚牛门踩到了警局 怎么个世儿 是需要帮忙吗 我这有个视频 需要你们帮我销毁一下 我答应了别人我要销毁的 但是我最近没时间 就交给你们销毁吧 几个意思啊 别以为你有钱就可以戏耍我们 帮你个人干活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 请你理解 是啊同志 销毁个视频这么简单的事情 还让我们做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这是 突然有位警察发现端倪 有没有可能 他是在暗示什么 对哦 我们接到过好多报警电话 也是这么暗示的 对对对 先看看视频里面是什么内容 再做定论吧 他们接过视频 刚看第一眼脸色就变了 这个环境 他们太熟了 是那个学校 说实话 他们关注这件事的时候 能憋屈死 唯一值得宽慰的是 凶手因为遭报应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听医生说 从他体内又取出了17根钢钉 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就很蹊跷 等等 这视频不对劲 好像不是网上流传的版本 对对对 好像是完整的监控录像 我去 这小子真该抓起来 真没想到竟然是酒驾 我觉得咱们可以出警了 监控视频满报 最佳一等 走 现在就去学校调查取证 可恶 要不是那小子在抢救 不然直接审问他就好了 那二狗看着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 也就没去打扰他们 开上疯狗消失的无影无踪 下面那二狗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需要去做 那就是去起诉那些网报的人 不管多少人 只要网报严重的 那就起诉 喂 张三 开庭的日期定下来了吗 定了 就在后天 好 这次咱们起诉了多少人 一共四百人 张三说的时候 强压着内心的激动 一次性起诉四百人 全国独一份啊 不要钱让他打官司 他也愿意啊 毕竟这是能名声大噪的好机会 很好 赶紧准备吧 后天只能赢 不能输 好 而那些即将被起诉的网络枪手们 却不知道法律的惩罚 正在等待着他们 此刻的他们 还在炫耀着自己的成就 享受着被高高捧起的感觉 哎呀 现在花花是出息了 年纪轻轻 一个月收入都破万了 花花跟三大爷碰一杯 以后出息了 可别忘了我 我家那载种一月工资就四千 和你一笔 简直能气死我了 陈花作为一名网络枪手 是网报大军里最典型的代表 哪里哪里 我只是运气好 刚好站在这个风口了 其实表哥只是大气晚成 以后肯定会有钱的 花花你是什么工作来着 叫什么网络枪手 一听名字就知道很赚钱 话音刚落 快递员就推开了他家的大门 是陈花家吗 有份文件需要你签搜一下 不会是嘉奖你的吧 真的是出息了呀 可当陈花把信封拆开来一看 顿时梦了 这是起诉书 海都市人民法院 暗游 网络造谣 诽谤罪 传唤试游 开庭审理 陈花腿一软 一屁股坐在地上 脸色惨白 我这是犯法了 他猛的想起领导让他写的 网报母亲的小作文 一篇二百五十元 快 现在杀还来得及 周围的亲戚们面面相觑 切 我就说嘛 一个女娃凭什么比我儿子工资还高 原来是犯罪了 则则则 估计是干了见不得人的够当 咋那么下见 强盗众人推 亲戚们当场嘲讽着离去 这类似的事情 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